第1061张灵为寿令长足物 金偶一直护在袁成天身侧 其目光又怎会烧离周老祖 就在周老祖目光乍现 灵压抚出之际 金偶手持太一弱水 抢先师祭分灵之术 而袁成天本身亦同时师祭分灵之术 以分周老祖的强大灵压 那太一弱水的水墓被这强大之极的灵压一冲 顿时献去树尺 其水墓之薄 真可谓是吹弹得破了 好在金偶同时亦以玄自决替这弱水加持 总算能勉强保持水墓不破 饶是如此 未能被弱水护持的其他方向 灵压排山倒海而来 就算分灵之术也是来不及分化引导 夺夺两声响 金偶的好化之躯已被压扁 整个身体平平如指 袁成天见此 怎不心惊 若非是金偶当前 那身躯被压如果指的 可就是自己了 金偶本就修成不遂身法 身躯就算被压成片纸一般 也无损其灵 只见他身子晃了晃 富有膨胀如出 这时金偶几乎承受了九成的压力 袁成天在其身后 再用分灵之法护体 总算可保无虞 但周身上下 无不感到压力狂增 随时都有古断经浙之余 相差两个大境界 这灵压便是只有一成 也让袁成天苦不堪言 夺夺又是两声 金偶身躯刚刚复原 又被压扁 如此三番 才将周老祖的灵压划去 袁成天本来一开始就想动用法术唤醒周老祖 奈何受着灵压于破压破 又怎能说出话来 等到金偶三番复原之后 四周灵压大减之时 他才脱口而出 喝出饭洗二字禅言 周老祖听到周二字 身躯唯唯一争 缓缓开口道 不屑道有妙法灌顶 我周某总算能重见天日了 只是周某心境犹势不稳 道有境界不足 需要小心 袁成天听到周祖说出这句话来 总算心中大定 可见周某的神志已是恢复 便道 在下自知境界不高 修为浅薄 难助老祖一臂之力 为盼能在老祖身前护法 以孝为牢 周祖一道 却不知道有从何而来 呼得唯唯一笑 原来是与黑蝉的心神取得了联系 已知刚才水潭外发生之事 便笑道 不想道友出来本族 就立下如此功劳 周祖新王 全在道友之手了 原成天汉言不已 道举手之劳 何足挂齿 却不知老祖此次充玄 何以危险致此 出道此处 周老祖咬牙切齿不已 道周某此次充玄 着实准备不足 但如此仓促 也是事出有因 只因本族中的某位护法 向来不服管教 又私下里拉走数名吉道弟子 亦欲与周某分庭抗礼 遂使本族凋零至此 原成天这才明白 缓缓点头道 原来如此 就此不再多言 只因先庭中的内部事物 又怎能胡乱干涉 且自己在族中毫无直思 也不知从何说起 周老祖急于冲击太虚忠诚 自是为了能在族中站稳脚跟 这样看来 对方起码是太虚出修之境了 周氏本就脆弱不堪 又被人拉走数名吉道之修 可谓是风雨飘零 处在存亡之秋了 也难怪周老祖心急 而在心境不稳 修为不足的情况下就强行冲虚 自是危险之极了 就此走火入魔 也属当然 周老祖见原承天并无好奇之心 不问此事 知道此人谨守礼数 自己若是不说 原承天必定不敢言 他不由叹道 同为凡界修士 性情天差地别 一个要将周氏托至毁灭之境 一个却千功自首 鞠躬不傲 怎不令人叹万 原承天这才道 原来这位弟子 亦出自凡界 周老祖道 此人来到浩天之后 便来之本族 自称姓周 本族见他根基不俗 厌其血谱 又是同宗 自然欣然收纳了 谁知此人竟包藏祸心 前来投纳本族 竟是别有目的 原承天听到这里 心中越觉惶恐 倒不是担心对手阴险狡诈 而是他知道的越多 就陷得越深 以后若想再逍遥在外 又谈何容易 可周老祖谈姓正浓 且有急切之意 原承天怎能沉默无语 他隐隐觉得 周老祖的情况 怕是有些不太妙 这番谈话 大有交代后世之感 看来周老祖在这次充虚时 受损之大 或非自己所能想象了 事已至此 原承天也无法置身事外 按理说 他也算是周氏一脉 族中有大事发生 就算管不得 也总要听一听的 便道 却不知此人物的何在 周老祖道 凡界第一大宗门本为天异宗 你从凡界来 自然知晓 那天异宗 弟子在号天并不分散 而是重新聚首 便是天异神功了 天异神功人才极己 并广懒散修之事 意图与天下先族争衡 以孝百族故事 且听说天异神功与百族亦有密切联系 原承天灵会天生 便是周老祖就此只口不言 也知道此终情形了 他道 这么说 那名周氏修氏来到本族投靠 其实是为了拉拢族中弟子了 此举着实可恶 为何姬氏不管 周老祖道 此为周氏族中氏物 怎便向姬氏求助 周某若不能安定族中弟子 也无言作此尊位 原承天点头道 在下明白了 周老祖道 周某若想与天异神功争衡 自是远远不能 只盼能换回族中弟子 灭此叛族恶徒 就算一死 也是心肝 说到这里 原老祖脸色忽然一红 双目之中 则发出两道黑光来 这黑光一闪即逝 却又怎能瞒过圆成天的双目 他玄成无双 自然明白 周祖的目光中黑光 其实是灵脉大受损伤之状 急需以精丹调制 否则将一个大境界只是小事 说不定全身灵脉尽毁 成为一介凡区 原承天道 心里周是门户一事 还请从长计议 只是那些弟子既被那贼子拉拢了去 纵使回归本族又有何意 周老祖叹道 你有所不知 诸多几道弟子被此贼拉拢 其实是另有原因 倒也不仅仅是贪徒天异神功势力强大 我周世元也是浩天大族 族中不知传下多少玄妙神通 奈何几位老祖去得太早 诸多妙法师了传承 而那贼子声称拥有周是九成绝学神通 是问族中弟子又怎不动心 原承天道 这也就罢了 只是目前本族无法修行祖传神通 岂不也是无法换回弟子们 周老祖叹道 周某也为此事烦恼 本次充虚 亦是因为本族威能最强大的周是醒魂诀 需要太虚忠诚境界方能修行 而这醒魂诀却是周是所有玄妙神通之基础 非得修行此诀之后 大开灵慧方能领悟本族诸般神通 原承天听到这里 不由心中一动 醒魂诀的名字 他昔年在号天时也曾听说 此诀之妙 在于提升先机灵慧 实为逆天之术 但此术要求极高 太虚忠诚境界 也只是最基本的要求罢了 他对此术也有颇多好奇 看来日后若有良机 倒是可以修行此术 好在他现在已是周是弟子 已在资格修行 而在此之前 则是救助老祖要紧 于是他道 老祖 你此刻证兆 显示灵外已然大损 不才单道略有小成 若是侥幸致出三转补天经丹 或可助老祖恢复伤势 周老祖原本神情萎靡 听到此言 不由大喜道 你真的练出三转补天丹 呼的神情一按 道 只可惜你就算有此丹数 周某也凑不起此丹所需的丹材 那三转经丹号资极大 又怎是本族能负担得了的 袁成天郑重点头道 三转补天丹所好虽多 好在所需丹材倒也不算罕见 只要有先臂在手 自然可以寻得来 老祖只管吩咐下去 令弟子去四处寻来丹材便可 至于所需花费 自然由在下一力承担 周老祖惊道 怎可让你破财 元成天速荣道 晚辈已是周氏弟子 族中之事就是晚辈之事 又怎能坐视本族衰为不振 受人欺凌 先必小事 老祖何必放在心上 周老祖仰天长叹道 上天让你来到本族 莫非是在肇事本族中心在即 周某伤势沉重 也难以逝世 你可与黑禅一道 战长族中之事 有什么不明白的 只管去问黑禅 元成天慌忙站起 道晚辈出来乍道 怎可担此大任 族中弟子只怕也不心服 晚辈又如何行事 周老祖苦笑道 你此刻若是心怀歹念 只怕也我也能杀了 又何况族中弟子 本族现在即到境界者 大半随那随子而去 其与弟子拥拥碌碌碌 怎看一提 成天若不主持大局 本族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元成天也知道周氏此刻的确没有人才出来主持大局 那周成宗 虽是忠心耿耿 其修为才智也着实有限 此刻除了自己 竟真是无人主持大局了 于是勉为其难 将头点了一点 道老祖既是不弃 晚辈不才 愿意担当此任 周老祖欢喜至极 芒将一块金服取出 新手按道元成天的手中 道 其余是体 你只管去问黑蝉 周某体内真悬纷乱 又须极佳引导不可 诸修速速离开地府 免受迟余之灾 这时他目中黑光又是一闪 元成天也知道这是非同小可 匆匆一一道 晚辈仅遵法指 便与金偶黑蝉匆匆离了地府 就见身后清光闪动不休 一道强力静置设下 将刚才的静视牢牢照住了 第1062章带直足物的妙诀 元成天与黑蝉出了地府 周成宗早就在外面等的交集 见一人一事安然出府 才放下心来 急忙上前问讯 元成天道 老祖尚且安好 只是充须不利 林外大损 若无三转补天经丹 只怕境界必然大减 周成宗听到三转补天经丹六字 不由得苦笑道 这可是难了 好天丹道衰为 何人能练成此丹 更何况此丹花费甚大 以本足财力 只怕困难重重 元成天道 兄台不必丹游 在下手中道也有些先必 想来硬能凑齐丹财 只是要劳烦诸位奔走一番了 周成宗道 怎能让人凶破超 黑蝉道 成宗有所不知 成天兄目前已的老祖法旨 在老祖未出关前 战长族中事物 出来在此刻让元兄担当此职 着实是强人所难 元成天道 在下此刻已是周氏弟子 替本族分有解难亦是本分 就说在下的名字 亦是成自卑的 岂不是巧吉 周成宗哈哈笑道 此言即是 看来是天寿成天兄来到本族 万狂澜于击倒 若是老祖真能度过此劫 我周氏也算是绞天之幸了 想到周氏这些年来屡遭艰难 心中自是黯然 目前局势多艰 此刻将元成天推上执事之位 岂不是将他置于炉火之上 不免又有些迁就之意 元成天取出周老祖所受金服 旧传执掌族物以来第一道法旨 让周成宗召集族中现有弟子 前来府中议会 非禅道成天 本族传训之法与凡界不同 或可与禅修相提并论了 此金服既是本族信物 亦是传训之宝 只需将金服祭出 本族弟子无论远在千万里 既是立刻赶之 又何必一一传世 元成天道 原来如此 他将金服取在手中 用观旋之法略略一探 便点了点头 此服果然精妙之极 那服中藏有族中所有弟子明信 因此将金服一记 所有服中弟子皆可感应 这样的妙法 远超诸多号天真言 似乎暗藏了一道无界真言 看来假以时日 要将此服做了仔细的研究 当下就依服中所示 将金服寄到空中 服中一道金光 瞬间传遍万里 片刻之后 服中现有弟子 就赶来参见 不过都是些先修以下弟子 虽然人数超过二百余名 可在号天界中 这样的修为如何能出府行走 只能在府中刻苦修行罢了 又过了一两个时辰 才有三名先修出修弟子匆匆回府 原成天问起黑禅 才知道周族现有先修以上弟子不过二十三名 且大多在外奔走 即到知修不过两名罢了 亦在外行事 其余另有六名即到知修 便是被那天一神功的周姓修是诱趣的 原成天这才明白 那天一神功的贼子 给周氏造成了多大的损失 这也难怪周老祖心中愤怒之极 要使之充须 是杀此贼 出一出心中的恶气了 目前这些弟子 又能记得什么事 若想使周事件成细后 就非得将那六名即到知修换回不可 而细细想来 六名即到知修随周贼出逃 也并非是一心要背叛周族 而是那周贼所说的诱惑过大 任何一名修士 其心智都是要修成长生的 若知周贼除可修成绝大神通 又怎会不动心了 看来若想换回这些修士 就得从周族的神通下手 若能将周族的诸多妙法神通一一整理恢复 说不定散失的这些弟子就会回头 原成天当下细作安排 先让周成宗领着三名先修之士 吸了先臂 出府去寻丹才 那炼至三转补天经丹的丹才 共需一百六十七种 原成天皆细细写出 每人吸了一份 让朱修务必用心 一一配其才是 周成宗四修领了法旨 皆是欢欢喜喜出府去了 原成天又令幻数名与修之士 祭典族中现有资财 举凡丹药 灵符 各类资财 法宝等物 皆要减点明白 那周是自周老祖入观修行之后 哪里有今日这番热闹的景象 眼前人头惨动 人人喜气洋洋 倒是真有几分忠心之事 那些忠于周氏的弟子 心中怎能不敢凯万千 原成天又邀了几名羽修之士 入府闲谈 细问朱修各自修行的静静 原来周氏有三套心法 那入门的心法 叫做周氏妙心诀 玄修以下弟子皆可修行 其二为周氏玄心诀 专攻先修以下弟子修行 周氏最强的心法为周氏大成诀 此诀非同小可 先修以上弟子皆可修行 且只需修行此诀 就可达成大罗金仙境界 虽彼子罗心法略逊一筹 可在好天界中 也算是极强的心法了 除了这三种基本心法之外 周氏的法觉妙述意识层出不穷 既有周氏灵符大法 周氏真言 周氏其修妙道 大周乱心诀等等 诸法之中 以大周乱心诀为最强 亦是周氏可与好天仙族一征长短的妙述 此该若能修成 可使对手心境大乱 且可以弱敌强 最是奥妙不过 黑禅道 本族乱心诀 或可与灵世分灵之术 故事见诀 风氏刀诀 目氏七月心刀相提并论 此法觉罪能以弱敌强 任你境界如何高深 只需此诀若一出 必定心中大乱 若不是周氏蝶遭劫难 损了数名老祖 怎有今日的绝境 远程天道 这乱心诀妙述既然如此厉害 想来若想修行 必定要求极科了 黑禅叹道 若修此数 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先机灵会极高 尤其是先机一向 着实苛刻之极 故而非得先修醒魂诀 远程天默默点头 他之所以能屡屡以弱胜强 其最大的原因 恐怕就在于 他体内有别出先崖一支 故而神是强大 不惧对手灵压 而也正因为有了这支别出先崖 他的灵会先机也强于他人 如此看来 周氏乱心诀 倒是与这别出先崖 有某种微妙的联系 修士的先机越强 自然越占优势 就算是境界比对手低了些 可若是先机强大 亦是可以弱胜强 在好天界中 跨境朱迪极其不易 但先修妙术层出不穷 若能动亏诸多妙术神通 跨境朱迪亦有可能 自己得天独后 修成别出先崖一支 这才一路走到现在 如今周氏的乱心诀 本为周氏立身之本 若能动亏其密 周氏日后忠心 也并非毫无可能 出话之时 黑蝉一口吐一块木牌 到此木之上 就在有周氏乱心诀 成天可取去细细一观 便知修这觉的难处了 原成天一言取过木牌 见此物古一苍苍 怕是混沌时的物事了 黑蝉道 乱心诀威能强大 可助修士越境诛杀 故而使为天地玄机 唯有混沌之物 才能有强大灵气 保此觉符文不乱 若是换成其他物事 只怕早就泻了灵气 乱了符文 原成天点头道 既是逆天法觉 自然别有玄机 细细去看木牌上的符文 果然是深奥异常 比知青豪神光 法觉亦是不遑多让了 凡此逆天极强大法觉 必然要涉及天极法则 哪里能轻易学得的 黑蝉见原成天也 学不得木牌上的符文 倒也不齐 又吐出一块玉牌 道 此牌之上 就是本族另一项 妙述神通醒魂诀了 大仙基本是修行之源 若能修得先机强大 合法不成 原成天道 想来此法意识难修 黑蝉道 若无太虚忠诚境界 勉强修来 意识枉然 原成天虽知此刻自己应该是无法修行此诀了 但还是忍不住好奇之心 将玉牌握在手中 便觉得有一点灵气透进肌肤之中 脑海中就清清楚楚显示出无数符文来 他本以为这些符文亦如乱星诀一般古傲 哪知那符文入了脑海之后 却排列的整整齐齐 在细乔符文 十句之中 倒有三四句能看得明白 原成天不由大喜 非禅所言此神通非太虚忠诚境界不可修行 怎的自己却能瞧出了三四成来 在细细乔去 发现只需静心领悟 另有三四成亦能明悟 这让原成天于惊喜之余又大为疑惑了 于是便问道 非禅兄 所谓非太虚忠诚境界不可 莫非是指的灵氏吗 黑禅道 这是当然 那灵氏最难修行 唯有随着境界提升 而略有增益罢了 因此不到太虚忠诚境界 如何能有强大的灵氏 动亏这妙法玄机 原成天微笑不已 这才明白 自己何以能明悟醒魂绝了 自己若是没修成神事 仅以灵氏而论 也就是急到忠诚罢了 但神事可比灵氏强大多了 且自己玄成之强 好天界中 只怕也无几人能比 因此能明悟六七成 倒也不算其事 于是将玉牌上的符文一扫 整块玉牌上既有三千余字 就牢牢地记在心中 终身也难遗忘了 只是这醒魂绝上仍有三成难以明悟 若想彻悟 仍虚十日 但今日也算是大有收获了 而若能修成醒魂绝 且不谈日后能否在修周事乱心绝 光是先机灵会提升 就有无穷好处 说不定对清豪神光的名悟 亦有莫大好处 忽见一名玄修之士匆匆走来 神色惊慌 却又咬牙切齿地叫道 只是 大事不妙 府外来了两名修士 恰是随同周贼去的那二名吉道之修 此言一出 就连黑蝉也是怒气冲冲 第1063章诸般手段皆虚成 元成天眉头紧皱 道 此刻前来 岂不是趁人之为 看来天下神官是要并吞周事不可了 黑蝉道 族中吉道之修上在外间 此刻族中修士甚弱 如何抵抵 元成天黑黑冷笑道 先出去瞧瞧再说 他心中存思 若来的是两名吉道出修 自己尚可之称 若其中有一名吉道大成之士 则今日必有一番苦战了 但就算如此 加上刀君 金偶与魔镜男 也未必没有胜算 只是此战若想胜得稳妥 仍需用计不可 想到这里 他先将金偶悄然计出 以一道玉字真言将其照住 以免被人瞧出行击来 其后心神一动 吩咐刀君魔镜男做好斗法的准备 然后缓缓架着顿风 与黑蝉来到空中 其余修士 则在府宅中等后 只应就连几名先修之士 也被派出去攻干 其他修士 又如何迎敌 片刻之后 两名修士飞掠而来 其中一名修士身穿黄袍 背后背着一剑一剑 法剑法剑皆是金光灿灿 其法剑擅是轻盈 剑上符文千束 视为斗法之宝 而法剑为极玄金打造 视为沙伐之宝 另一名修士持着双足 一双赤足比寻常修士大出一半 双足踏着一对飞轮 左轮雾气腾腾 右轮火焰翻飞 原来是一对水火轮 虽然这两名修士的修为 一时难以瞧得明白 可原成天的禅士悄悄叹去 知道那黄袍修士为 即到大成之修 赤足修士则是 即到中成之修 黑蝉一剑二修身行 旧大鹤道 周孝文 周孝风 亏你二人还有脸来此 见到本族执事 如何敢步行大不理 黄袍修士便是周孝文 他与赤足修士相识一笑 道本族执事何在 原成天一言不发 取出周老族所赠金服 二人见到金服 神色皆是一争 其后目中就闪过一丝贪婪之色来 这金服是周氏族中性物 天下周性之修明信 皆在此服之中 若能得了此服 则周氏弟子又怎敢不遵号令 原成天心中明白 这二修之所以忽然来到此处 便是因为自己先前动用此服时 也被这二修感应 二修想来正好变在左近 就正好来探个明白 若是周老祖充须成功 二修自然是另一种态度 如今见此服持在自己手中 那么二修生出夺服杀人的念头也不足为奇 这也是二修见到金服时 先是一争 其后目中杀鸡闪动的缘故了 周孝峰哈哈大笑道 黑蝉 我家老祖是不是糊涂了 这么重要的物事 怎得交给一个外人 且此人不过是先修之事 这是开的什么玩笑 说罢就将脸色一尘 若想夺服 自然要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周孝峰此修乔来粗豪 可却粗中有戏 此话一时也搏他不倒 原成天冷笑道 你二人皆是周氏弟子 尽了本族金服 却傲慢无礼 黑蝉 依本族族规 该当何罪 黑蝉森然道出一个自来杀 原成天左手一摊 五风之剑赫然在手 也不说话 已是自创的先兵妙事 就向周孝峰赐来 此剑绝之妙 绝不雅于故事之术 就剑剑气森森 杀气逼人 五风剑上的寒芒 以照得周孝峰面色映然 周孝峰怎料原成天说动手就动手 俨然没将自己这位吉道之修放在眼中 但对手无风之力 着实不可轻忽 也亏他手快 袖中飞出一剑 就驾住了五风 打之原成天这事剑绝奥妙无穷 周孝峰虽是及时驾住 却发现两剑相处不发一声 原来只是一道剑影罢了 那无风本体早就抵住了周孝峰的胸头 周孝峰大叫一声 足下水火双轮急速转动 身子就倒纵了出去 这反应速度亦可算是无一伦比 袁成天暗暗点头 这对水火双轮果然还是有些微能了 只是袁成天既然动手 必定是成竹在胸 就怎可能一招便止 这第一是是出了对手的高低长短 第二是剑绝连珠般发出 同时双足施展步伐 与周孝峰之间仍保持着一剑之巨 那周孝峰本以为双轮一转 必定将对手甩脱 哪只对手就如复骨之躯 复身贴隐而来 却见无风剑上杀气更甚 从剑锋之上 更突出一道剑芒来 比之无风本体的速度 又快了一筹 百忙之中 周孝峰足下水轮飞向袁成天 这是要逼袁成天紧急自救 要与对手来个同归与境 想来周孝峰足足高出袁成天一个大境界 却被袁成天逼得使出这同归与境的法子来 袁成天也算是争足了面子 但袁成天此次出手 一来是要对手心神不定之时 一举压制对手 二来也要安周氏弟子之心 不要被二修的境界下得失魂落魄 周老祖虽将信物金服赠予自己 可除了周成宗见识过自己的修为 其他周氏修氏并不曾亲眼所见 若不趁此即时 一展胸中所学 又如何在周氏立文脚跟 更不必说换回六名吉道弟子了 那水轮如电飞来 水轮之上雾气蒸腾 雾气之中 有无束符文闪动之修 遂使这腾腾雾气 化成极寒冰雾 等弦修氏处到此物 定然身子僵直 哪里还能动弹 那黑禅音与元承天靠的圣镜 故而水轮上的雾气 亦使它受到影响 黑禅本是水属之灵 亦使经受不起 慌忙退避数百丈 免得身子被冻僵了 可就要跌落尘埃 不想这雾气中的含义虽强 又怎能奈何得了元承天 早在他灵修境界时 就修成玄音功 其后略加改进 以他的玄成 自然识别成一派 于寒冰功法 心得甚多 更何况他修成四重风月之体了 又怎具这寒冰之气 是以他于这水轮中的寒气 丝毫不去理会 只以一句肉身 究竟可抵御有余了 右手更取出无界之劲来 应担心剑锋不利 就从剑上再寄出一道光滑 正是无界真言中的斩字诀 此诀一出 便听啪的一声 水轮已被斩出一道裂缝来 这件法宝虽不能算是尽费 只怕也是威能大件了 但元承天此举 也算是逞强了 他毕竟是先修之士 强行斩落极道之修的法宝 自身又如何能不受影响 斩字诀与水轮相处之后 灵力流四散而来 逼使元承天身子一晃 就被逼退了数丈 那无风的剑爵自然也落了空 虽然从场面上来看 元承天一被迫退了一步 与对手可谓是旗鼓相当 可周孝风水轮受损 元承天则是毫无损失 怎样也是元承天占了便宜 周孝风见法宝受损 心中又羞又怒 正想上前找回面子 那边周孝文呵呵冷笑道 米粒之珠 也放光滑 撤出背后金简 刷的一声 就向元承天当头压下 这金简为极玄金之城 又是由极道大成之士 亲手寄出 灵压好大不强大 怎样也有百月之力 元承天身上的法袍 被这灵压一逼 外罩的七宝法袍历时碎裂 内罩的黄袍法袍 则呼啦啦飘动起来 这法袍若非是刀君之物 哪里能经受得诸如此强大的灵压 必然也是四分五裂了 见周孝文出动金简 元处的周氏弟子无不失色 那周孝文在周氏也算是强力修饰了 除了周老祖 就算的他第一 背后这金简金简都得了法术 动得了杀伐 可谓是两者皆强 元承天早知此战必定艰苦备治 但刚才退了数仗之后 周氏弟子心中必然萌生巨异 又如何能再退 咬牙将分灵之术即将出来 更一拍头顶定天顶 要让这号天级的法宝 替自己分担压力了 至于那低太一弱水 则暂时不必祭出 否则底牌用尽 又如何对敌 周孝文就感到空中金简忽然没了着力处 像是打在了极空极须之境 也是心中大震 脱口叫道 你怎会临世分灵之术 元承天怎去理会 将手中无风一拍 那无风杀时不见了 周孝文刚才观战之时 一知这无风利害 险非等闲杀伐之喜 而大有可能是某剑好天之宝 因此见到元承天拍没了此剑 心中大声提防之心 芒将金简易收 以观元承天下一步动作 打至元承天只当没事人一般 手中再掐一绝 此绝一出 空中就有天雷回应 道道紫色天雷滚滚而来 正可谓是决道雷滚 若非是玄感达成极高境界 又怎会如此灵验 要知道但凡计师法术 那法术的威能越强 起来得越慢 若是志强的好天雷绝 甚至要斩查十分才能降下来 可原承天的子罗天雷法术 却是灵验如斯 周孝文纵是即道大成之修 也不敢与天雷直接抗衡 芒将肩头一晃 祭出背后金简 此简扶摇直上 与空中天雷搅到一处 天雷被这法剑一引 一时也无法击落了 这时周孝文才支援成天的厉害 此人于先修诸斑法术 居然是无疑不强 举凡杀伐 斗法 防御 悬杆等等诸术 样样皆令人刮目相看 怎样也不是一名先修之师的手段 便在这时 朱修就听到周孝风啊的叫一声 声音大为惊慌 朱修急忙寻声望去 只见空中有两件雾势 正极及坠地 乔来极像是周孝风的火轮 可这火轮已然分为两半 而在周孝风的面前 赫然又立着一个元成天 第1064章 《醒魂妙诀》是金吾 这是元成天以升东及西之计 先将吾峰以传字诀传语经偶 再将经偶瞬间传至周孝风身前 就此见到轮回 一举将周孝风的水火双轮双双击毁 此二修既然是周氏弟子 且又是被天异神功利诱而去 元成天着实不想痛下杀手 世纪毁去周孝风双轮 也是心存劝服二人之意 否则已传字绝配合无风之剑 就是将周孝风瞬间诛杀也非难事 修士向来都是畏微不畏的 若想劝二修回头转意 自然要将其完全压制了再说 周孝风双轮被毁 自是愤怒之急 手中法剑劈头盖脸 就向金偶劈来 金偶有心要慢弄手段 居然也不闪避 任由周孝风法剑劈制 那法剑毫不锋利 将金偶从头到胸劈成两半 周氏弟子见到金偶这样的惨状 无不惊呼失声 就连黑蝉一时间也看不出玄妙来 也大呼出声 然而就见金偶微微一笑 此笑容因脸部分开 显得毫不诡计 就在诸修悚然动容之时 金偶的身子趴得一生 又重新合在一处 至于周孝风的法剑 自然就牢牢地被夹在好化之躯中 又怎能再取得回去 周孝风心之不妙 急忙失觉回夺 可金偶早就持自觉记起 那法剑就像是生在体内一般 别说周孝风只是极道之修 就算是太虚之事 也难以撼动分毫 金偶趁此时机 将神石向这法剑上一扫 这是要抹去周孝风在这法剑上的标示了 这标示一去 法剑变成无主 周孝风再也天大的神通 也夺不回此剑去 周孝风正在极力失觉间 忽得觉得临时一空 临时已与这柄性命观修的 法剑失了联络 他不由地大叫一声道 怎会如此 耳中听到周孝文叹道 这灵偶好不厉害 不可以寻常法术破解 将手中精简寄起 百月灵鸭就向金偶压来 金偶只是圆成天的一道圆魂罢了 怎有圆成天那样的别出仙芽 对这高出他境界许多的周孝文 自是无法可遇 灵鸭逼来 身子顿时被压短了数寸 接着又是怕的一声 金偶的好话之躯也是撑不住了 就此压成一片 这精简之威 果然是好不怕人 袁成天也不着忙 自己已修成分魂炼体之术 只要自己不死 那金偶中的分魂就永远不灭 而这句好话之躯 又是修成不遂身法的 因此实为天下最难缠不过的灵偶 只可压制困顿 不可轻易毁灭 周孝文手掐法诀 就想收了金偶残躯 但袁成天怎肯让他轻易得手 双手一拍 武风已到手中 剑交左手之后 再以仪式自创剑爵 刺向周孝文的咽喉 周孝文无可奈何 只好先打发了袁成天再说 金偶虽是难缠 可袁成天的本体更是强大 自己的境界高出对手一大劫来 可对手仍是浑然无视 多年苦修来的强大境界 怎有丝毫用处 于是手中法剑飞向空中 去迎袁成天的无风之剑 袁成天唯唯一笑 手中剑爵在变 转到周孝文的身后 再次挺剑去刺 周孝文对袁成天这神妙无端的步伐 以及奥妙异常的先兵妙是大感太痛 也就只好太痛一头 脚痛一脚 对方施来怎样的妙事 就只好一样抵御 将一鸣即到大成之休 逼得只能防御 无法进逼 其实袁成天也是有苦自知 他的别出先崖再强 可对手的境界着实太高 稍不小心 就要被对手的强大灵压的粉碎了 那灵式的分灵之术是要实时按计的 而手中的太医弱水 也是必须时刻准备 也就是自创剑绝过于奥妙 对手又不敢拖大 这才勉强在场面上战了些许上风 若是对手与自己拼命 自己只好逃之夭夭 塔中的刀军和魔镜男见外奸战士正憨 自是急不可耐 魔镜男性质最急 早就叠升请战了 袁成天心中私存片刻 已有成算 心神中按下法指 先将魔镜男换了出来 周孝文呼见面前多了面 杀气冲天的黑衣少女 不由大感惊讶 以她的玄成灵式 只需瞧上一眼 就知道魔镜男的来历不凡 她自识即高一筹 也不惶恐 唯唯点头道 手段倒也不少 魔镜男一言不发 左手为指向周孝文狠狠一点 指上一道光滑便冲着周孝文去了 此为魔刀石是中三杀石中的第三式 破气杀 魔刀石觉有七刀三杀之说 各有妙用 三杀石之中 破气杀以破损对手法器法宝为先 虽不已直接用来伤人 却也是难缠之急 魔镜男上次奉命出塔斗法 尝尽了的苦头 此番出战 怎敢再驱动杀法之念 幸好魔刀石觉一是包罗万有 三杀中的破气杀正可拿来一用 周孝文何等玄成 一瞧魔镜男这刀绝中的势头 就知道不妙 这破气杀之事 竟是要以强大杀气 削减自己法宝上的灵气了 若是那法宝上的灵气一失 就算是好天之宝 也顿成肺铜烂铁了 为奈何 只好用法诀一道 来替这法剑加持 以这一柄法剑大斗原成天 本体羽魔镜男 倒也是不露丝毫破绽 忽听一声轻耻 一名皇上少女于空中现身 口中叫道 你也吃我一刀 正是刀君现身了 周孝文历时瞧出刀君的来历来 吓得就是一则蛇 暗存道 怎的杨氏的刀君竟在此处 心中就有一些招荒 这时刀君已祭出三道金刚 迅即刷江下来 周孝文慌忙道 杨氏镇足之宝 又怎会在此处 慌忙将压制金偶的金简撤回 来敌这刀君的无上刀器 一柄金箭与一柄金简 就与原成天坐下双灵斗在一处 这边是刀器腾空 杀器冲天 那边是灵牙如山 金光灿灿 斗得啥是好看 别说周是低级弟子 就是黑蝉也是精呆 不想原成天竟有这无穷手段 以一介先修之事 连跨书各小境界 与一名吉道大成之修斗了各平手 若非是亲眼所见 谁敢相信 这时周孝峰心神略定 又怎肯袖手旁观 他虽失了数宝 时成手段去了七成 但吉道之修 便是空手也不可轻敌 趁着金偶身形未复 双手空中 周孝峰手中掐一道法诀 视为一道极寒诀 就向金偶寄来 金偶身形刚当复原如初 就被这极寒诀中的 至寒之气冻得僵直 虽是在光天化日之后 其身所复冰层也有齿余后 这也是金偶刚才被周孝峰的精简压制的苦了 体内原魂若非修成分魂话体 早就被拍得四分五裂了 如今身子既被冻住 原魂又欲控不得 自然坠下地面去了 原成天也不惶恐 口中满生长营道 万物有性灵 原魂控其间 三魂是为阳 六魄是为阴 阴阳和相继 灵会自生阴 口中吟诵 手中掐绝 金偶身子一阵刻刻乱想 身父兵曾应声而遂 一道亲戚自金偶体内冲出 金偶长笑一声道 谢大修醒魂 周孝文与周孝峰听到原成天口中吟诵之文 已是大疑 在听到金偶提到醒魂二字 心中在中疑问 同时大叫道 这是醒魂诀 原成天道 若非醒魂诀 又怎能让在下的灵偶的原魂 这么快复原如初 我周是醒魂妙术 着实是天下无双 二周心中砰砰乱跳 他二人昔日弃周氏而去 便是英族中大修凋零 无人能领会周氏诸多法诀妙意 这才忍痛投了天意神功 时指望能得受周氏妙法 哪知道那名周姓修氏始终是吞吞吐吐吐 缠着他问上时日 也未必能得一两句真言妙诀 六修皆是怀疑 此次怕是被骗了 但当初既然以弃足而去 又怎便回头 此次二修收到金服传训 就不免动了心思 要回本族瞧瞧 虽是心存不良 也有心怀顾主的一点意思 周孝文此时已是满头大寒 叫道 那醒魂诀便是老祖也未必能明误三分 你怎的反道知晓 嘿嘿 你虽时的符文 只怕未能尽知其妙 原成天也不反驳 而是继续道 三魂天地命 六魄得有思 天冲灵慧气 四魄十为利 五魄中书六魄经 七魂为应不可寻 常人唯有六魂在 我有妙法修七魂 此魂修来不寻常 好似睡师梦中醒 先故天冲先机强 再醒灵慧妙无方 周孝文与周孝风喜的魂身发颤 二人相视一眼 神情又修又悔 周孝文迭声道 直是 你在念来 你在念来 口中既称 原成天为直是 这世仍将自己视为周氏弟子了 原成天唯唯一笑 又道 四魄醒来今世间 翻江倒还只等闲 五魄修得心静稳 天地崩塌不动心 六魄去无存其境 如此心中存其音 醒魂妙觉世间无 非我周氏不可听 念到这里 住口不言 只管瞧着二面 念带思索之色 那原成天朗朗念来 杀十四下阶级 空中诸种法宝光芒 杀起刀起皆无 空中地下所有修士 皆在侧耳倾听 周孝文听罢此言 不由南南念道 醒魂妙觉世间无 非我周氏不可听 一连念了三遍 呼得山然泪下 第1065章 身在天一心在周 黑禅见周孝文动容 历史大喝道 周孝文 好天周是弟子 体内皆是留着同一血脉 任你走到天边去 你仍是姓周 你此时还不回头 更待何时 周孝文产生道 是 话虽如此 神情之中仍是犹豫不定 黑禅又喝道 此刻本族虽是人才凋廉 但天降成天于本族 宣成无双 灵会天成 以先修之静而明悟醒魂妙觉 周是忠心在即 你此刻不回头 更待何时 周孝文叹道 果能回头 回头瞧了瞧周孝风 那周孝风亦是一声叹息 周孝风道 我与孝文兄就算有回归之志 却无言去见昔日同宗 此身已现乌闹 也就如此罢了 原成天听到这里 已明白二修心意 自己所泄露的醒魂觉尾时不多 但已打动二修 看来二修在天一神功那里 怕是不够得意 只是二修皆是即到知修 昔日在周世之中 应该也是风光无限的 此刻若是回头 岂不就成了反复小人 于是道 两位仁兄 若心中存有同族之情 在哪里都是一般 周是此刻虽是是为 可根基非同小可 乱心觉与醒魂觉若能修成 当可与天好天诸族争衡 二修听到这里 皆是缓缓点头 原成天又道 旨在乱心觉与醒魂觉的诸多奥妙 亦随着本族多位大能之修气势而去 不复为人所知 在下虽略具领会 若想完全参悟两绝密奥 也不知要经过多少岁月 二位仁兄若能与天译神宫处亏的奇密 反补周是 则为周是最大功臣 二周神色一亮 知道原成天这世再为二人铺垫后路了 若是二人能在天译神宫 叹道周是两大妙觉的些为奥妙 岂不是就算是立下了大功 那么此次叛周是而去 也就能原说的过去了 再次回归 也不损二修掩面 周孝文喜动颜色 道只是此言意味深长 在下心领神会 原成天唯唯一笑 道我陷于境界不足 乱心觉自是无法修成 但那醒魂觉或因与我大为有缘 岛也悟出了六七成 二位仁兄若是不弃 成天颇愿以吐为快 想来以二位玄成 定然有以教我 原成天这世真话反说 顾忌二周面子 否则以他先修知识的身份 却要以胸中玄成指点二修 二修就算明知他说的是玄树妙道 也断然是不肯的 二周越听越喜 道同为周是一脉 只是何必客气 若能与只是谈玄论道 实为妄外之喜 自然也不敢说只教二字 当下就要二周回到宅院之中 选了处境是与二修开说醒魂诀 此间只有黑蝉随是在侧 其他周是弟子 陷于境界低违 便是在座听闻也与是无补 也就只好罢了 袁承天结合自己的胸中玄成 将悟出这六七成醒魂妙诀的 惊为之处 一一向二周袒露无疑 二周毕竟是极道之修 与某些关键处 也只是欠缺一些顿悟罢了 因此听罢袁承天的心得体会 皆是大有收获 不仅如此 二周在足中今年 对周是诸般妙诀的心得 自然比袁承天知道的更多 双方放开心胸 不敢有丝毫隐瞒 只因双方明白 此次谈玄论道 关乎周是日后数百年 甚至数千年气韵 怎能不尽心尽力 袁承天此刻虽战长周氏族物 可毕竟是姬春山亲手选中的 只怕一离了此处 就要在姬氏本族担负要职了 一旦在先会之上展露头角 只怕更无机会回到周氏族中 因此双方这种谈玄论道的机缘 日后时不知能否重现 不趁此时互通有无 岂不是天下汉事 而黑禅身为族兽 正好可将诸修所言一一记在心中 日后传之族中后辈弟子 亦是黑禅的本分 于醒魂诀仪式上 今二周补充 大约已误出了七成 月诗误的多 原成天月诗发现 醒魂诀时为无上妙法 或为天下先修之境 周氏既有此等妙法 可见渊源不浅 原成天就问道 孝文兄 已在下观之 本族所存法觉 皆为造化之术 不知本族来历如何 竟有这等逆天之术 周孝文见原成天问其此事 自是异性传妃 孝道 成天果然灵慧 亏一般而知全报 说道本族来历 时与朱雀有关 屈知当初创世世尊造人 先是亲手取莲池判无量玉山之美玉 临池照颖 依照自身模样 将美玉分成石块 经雕细酌 玉成之后 赋亦连伴一夜 再将自身一口先天无上清酌之气 吹进玉人之中 十人碎生 这十人皆拜世尊为师 后为先停十大神职 原成天点头孝道 只是如此造人 却不知要造到何时了 周孝文一孝道 是尊义之此法不妥 遂就取莲池中之池泥 多造人族 再由朱雀江一丝太一神火注入其中 这批泥人 遂为浩天人族之祖 后世先修之事 大多从此出 而我大周世 便是这第一批泥人 天下先修之祖 周世自然意在其列 原成天道 我周世果然是渊源流长 他故意以此事打动二修 亦是想唤起二修的同性同宗之情 果然周孝文提到周世来历 胸口顿生豪气 可见其本心事不肯弃足而去的 周孝风一道 我周世诞生之初 应居于南方 便受朱雀统侠 与朱雀交情不俗 其后浩天界出城 我周世便千至浩天 实为浩天创始之族 族中所留仙法妙诀 怎样也不比其他仙族差了 只探近年来时运不佳 才落到这不田地罢了 元承天心中恍然 他一直觉得 周世醒魂觉与朱雀的太一神火 有诸多相通之处 如今看来 周世与朱雀果然是大有渊源 醒魂觉若能完全大成 自己的境界修为 自然焕然一新 又问道 我观本族信物金符之中 实藏一字无上真言 却不知这金符来历如何 这符中所藏真言 又不知是怎样的来历 周孝文叹道 成天 本族之事 事事也瞒不过你 你可称得上是天下第一有心人了 本族因你之故 或可真的再度兴起 我等恭逢其圣 与有荣焉 又道 此符本就传自先庭 暗藏天地法则 与禅修的传训之术 使有一曲同工之妙 但世人皆知禅修传训之术 天下无双 却不知周世亦有妙术 但关于此符的奥妙 孝峰兄知之最详 周孝峰也不谦逊 就道 当年上一任老祖在世时 在下有幸随事在策 虽只有短短三日 却是受益无穷 有一日老祖就对我说道 这金符之中 藏有无界真言一字 此字为天下之强法则 但因过于玄傲 本族历代老祖虽然极力参悟 也始终悟他不透 看来是没机缘了 而当年老祖猜测 此字当为一个空字 原成天心中莫名地激动起来 只因这个空字 使与自己所物大有相连 如今连周世袭年老祖也这么说 看来是相差不远了 按耐住狂跳之心 问道 却不知这个空字 有何妙用 周孝峰道 成天 你是想来 只要你的名信入了这道金符之中 任你在号天任一处 借此金符传来的讯息瞬间变质 这可不就是使空间距离为无误了 可不就是一个空字 想来此字若能明误 就算不能瞬间周游诸界 但在号天之中 应该可自由往来 任你如何距离 皆可弹指到达了 周孝文道 既然此字有如此为能 必定奥妙异常 怕是难以参悟 我周世历代老祖尚且不能 我等也只好望而心叹了 周孝峰亦叹息不已 道 本是诸多妙述 也与这金符中所藏真言一般 虽有偌大微能 只恨无人名误 原成天虽不说话 可心中已暗暗立世 自己虽非真正的周世弟子 但既然来周世走一遭 怎样也不能白白措辞机缘 定要为周世日后存续 留下些因果不可 如此一来 自己除了清豪神光之外 又多了醒魂诀 乱心诀 金符真言三项 需要日后慢慢参悟 先修漫漫长路 时不知止于何时 但心中既有所求 老也觉得踏实得很 人生在世 第一怕空 第二怕闲 空间二字 时不知误了多少人了 二周语言成天相谈半日 其实心中已然是归属周世了 只是仍须立些为功 方能安然回府罢了 此时大家心照不宣 导也不必深谈 其后原成天就问起天意神功之事 天意神功在浩天多年 但一直都是一世独立 就如同清流一般不理外物 起码在原成天当年 天意神功之名并不算如何响亮 可此次重返浩天 却发现天意神功末的高调起来 想来其中必有缘由了 周笑文剑问其此事 不由地将眉头紧锁 道成天 在下此刻虽心属周世 可天意神功之事 实不敢多言 天意神功经多年苦苦经营 目前事例非同小可 以在下看来 只怕不雅于任意先足了 周笑风则道 有意识道不妨说将出来 此次先会 只怕与他日大不相同了 参会的先足未必就是十足而已 原成天动荣道 难不成天意神功竟有志参与先会 必一千零六十六张万里 持缘即向西 周笑文道 若非这次投效天意神功 先前在下怎样也不敢相信 天意神功的势力 居然已如此强大了 此刻天意神功大修如云 大罗者一人 精先者四人 太虚境界者最多 绝不会少于三十人了 及到先修境界者更是数不生数 原成天道 这样说来 其实力虽不能与苏基元阳相提并论 却足可以与其他先足相争 只是先会的名额 又如何能擅自增加 与会先足定然是不肯的 周笑文道 若是有五家先足利剑 先足的名额亦是可以增加的 如今天意神功正四处派出使者 与各大先足周旋 原本以为定然被拒 哪知却有三家先足已然沉默下来 原成天道 天意神功的手段导已了得 若想让先足同意增加先会名额 就好比是割肉一般 怎会轻易同意 而天意神功的手段 若非诱之以利 就是以利相逼 但天意神功再强 也绝不可能压制地住任一先足 那先足是怎样的积淀 怎会轻易被压制的 因此天意神功只有利又意图了 可话又说回来 这好天界的先修资源 八成已被十大先足占据了 天意神功又能出得起怎样的利益 让十大先足动心 周笑文瞧见原成天的神色 已知其心意 他道天意神功究竟用了怎样的手段 去说服先足 在下为卑职为 自然也是不慎了了 在下只是偶尔听说 天意神功似乎是发现了几处好天秘境 原成天亚然不已 道好天秘境 又是怎样的所在 周笑文摇了摇头 道在下也只是听过这个名字罢了 至于具体的情形 又如何能知 此事当为天意神功最大的秘密了 也是天意神功说服先足最大的本钱 又怎会轻易泄露的 原成天对好天秘境仪式 也是首次听闻 想他当初在好天界数千年 此事竟没有半点传闻 可见发现好天秘境 也就是近些年的事情了 那好天秘境竟然能被天意神功拿来 作为说服十大先足的条件 可见这秘境非同小可 此事是福是祸 一时兼艳难以判断 二周不敢久留 便起身与袁成天告辞 既然醒孟觉已被误出七成来 那么对其他四名人 留在天意神功的周姓修士而言 自然是天大的好消息 足以让这四人回心转意 重回周氏了 六人只需略立功劳 就可大大方方地重返周氏 想来以周氏目前的局面 祖中弟子又如何不肯 自然是会尽是前嫌的 周笑文道 此次回去定要将秘境一事探个明白 也算替本族立个功劳 而有关本族散失在外的玄妙功法 自然也要极力收集才是 元成天道 此事不可操之过急 一切以性命为重 二周应了 这才月到空中 恋恋不舍而去 元成天送别二周之后 重回宅院大厅 先向姬春山传去一道信诀 告知周氏情形 自己一时间也无法赶赴姬氏本族 总要先练成三转补天经丹不可 更告知姬春山自己意图整理周氏心法妙诀一事 希望姬春山能掠施元首 半日后姬春山亲自传来信诀 允其所请 让元成天处理完周氏相应事物 再回姬氏本族 元成天得了姬春山的信诀 这才放心 就在周氏的单房中住下 一边等候外出修士的消息 一边进修 数日之后 有姬氏修士前来 交给元成天一块玉牌 原来姬春山得知元成天要整理周氏心法 就发动姬氏诸多大修 让诸修进数与周氏有关的玄程 尽会于这玉牌之中 元成天写牌一事 不由大喜 虽然玉牌之中的玄程 大多与周氏三大基本心法有关 涉及醒魂诀与乱心诀者甚少 不过也足见姬春山的权权之心 而玉牌之中 一路有周氏的其他小数 这就使得周氏祖传法术更加完善起来 元成天将玉牌中的心法妙诀 再一一归纳整理了 足足又花了半个月的功夫 非禅见元成天不眠不休 每日忙碌不停 心中又是感激 又是敬佩 只因元成天这番举动 着实是周氏的大功臣了 先修家族若想在好天立足 自然以人才为先 可就算有了人才 若是无先修传承 又如何能有大成就 元成天今日的辛劳 并可在日后慢慢显示出来 周氏弟子承受其会 实难用笔墨言语形容 而元成天本人其实也是获益良多 那周氏此刻虽不足以与十大先祖相提并论 可毕竟根基不浅 其祖传心法 时有诸多令元成天豁然开朗之处 只恨此刻境界不足 尚难领悟周氏至高心法乱心诀 否则定有极大收获 这时外出寻找丹才的弟子也陆续回来 炼制三转补天经丹所需物资也凑了个七七八八 以元成天的丹数就算丹才不齐 其实也可动用虚练之术 行无终生有之逆天丹道 炼成三转补天经丹来 不过元成天发现 外出弟子之中 那两名吉道之修一直不曾出现 这二人是目前周氏境界最高者 若是这二人有失 这损失怕是难以弥补了 而二修出外多时 却迟迟不见音讯 又怎能不让人担心 上次自己用金服传讯 这二人也未能毁讯 这就更让人焦躁不安起来 这一日 周成宗匆匆赶了回来 前来丹方面见元成天之后 略续寒温 脚上收集到的丹才后 就积极对元成天道 元执事 大事不好 本族那两名大修周孝武 周孝章 只因吸了几件真奇的物事 竟被那百足修士盯上 如今下落不明 还请执事定夺 黑蝉鹤道 成宗 你这样说得不清不楚 原执事如何定夺 周成宗苦笑道 在下是在先级之中 偶然听闻此事 哪里能探个明白 便在这时 即春山一道信诀传来 信诀所言 下与两名吉道之修有关 原来这二修本是外出 替黑蝉补周灵寿 幸好大有收获 正要赶回来 又收到原承天的金服传讯 二修本对周老祖中心耿耿 见到是为周老祖炼制 三转补天金丹 又如何不尽心尽力 于是辗转诸多先级 务必要多寻几件丹才来 打之就在先级之中 被人发现二修身上 所惜的灵兽非同一般 就此捏在二修身后 到了僻静之地 与二大起争端 二修不敌对方人多是重 且战且逃 目前是朝着西方去了 至于周承宗猜测 这些修士出自百族 倒也不齐 只因天下的先级之中 必有百族修士潜藏其中 而百族之所以难缠 也是因为其足迹 遍及好天界 或明或暗 趋之不尽 原承天一道 究竟使得了怎样的灵兽 竟惹得他人心动 黑蝉也是大奇 道 好天灵兽大多寻常 便是福罗天河之中 也无多少灵兽让人动心 此事让人大费私粮 原承天道 不管如何 此事不可不管 非禅就留在福中 承宗不可但劳 且与我走一遭 此事也需请姬氏相助不可 周承宗欣然道 自当奉陪 原承天生怕再出意外 干脆就将已收集到了 丹才也尽数收了 让玄宴在青龙塔中先行炼制 如此且行且炼 也不会耽搁时间 当下领着周承宗出了周府 再向姬春山传去姓爵去 恳请姬春山再探此事详情 也好欲做准备 但姬春山得知此事 亦也是道听徒说罢了 又怎能知道详情 不过却应原承天所请 速派两名集到大城之事前来相助 为了方便赶路 原承天让周承宗也入了青龙塔 自己与金偶一传一地 就向西面紧紧地追了过去 一路之上 仍将那金服祭出 告知已有大修来源 也好使二修安心 这次金服传训后不久 忽得收到一道信诀 正是周孝武所发 那信诀也不知怎的 竟是残缺不全 看来是被他人用法术截取了 看来先前二修订也发出不少信诀来 可惜没一条能传得出去 这次能传出这残训来 也只是侥幸罢了 信诀上的残缺讯息 唯有四个字 便是西 山 吉 陨 又怎能看得明白 若说拦截他人传音 信诀 再好天界中 倒也不算稀奇 可是将他人的传音信诀完全截取了 不放过一丝而去 便是原承天也是闻所未闻 其实系想来此事倒也不齐 那些修之术的变化 本就是日新月异的 种种妙法层出不穷 在某些方面今盛于古 亦是大势所趋 原承天将这残训书给周承宗 周承宗自然是目瞪口呆 道这又让人如何能猜得出来 身边的刀君道 也许这个西字 就是指的西面了 那个山字 也许是指到了某楚明山大岳 几字倒也罢了 二修被人追杀 如何不及 至于这个允字 说到这里 沉吟不语 周承宗经道 莫非是二名大修皆已允落了 魔镜男白眼一番 道蠢才 若是都允落了 谁传的这信诀 说到这里 魔镜男先向元城天请了法旨 再跃出青龙塔 两道明眸 就向西方一扫 天可之后 呼得道 国有杀器 第1067章此兽由来不寻常 魔镜男本为天地杀器所宁 天地杀器若有变化 自然能及时感知 而元城天神是虽强 于这杀器的感应 却是远逊于魔镜男了 就顺着魔镜男所指方向 急速略去 约行了四五千里之后 元城天的神世之中 仍未探到人影 不免有些疑惑了 魔镜男却是神情坚决 道主人 此方向必有杀伐 静男若是有错 甘受则罚 元城天笑道 我怎不信你 只是不曾想到 你对杀器如此敏感罢了 看来天地之灵 果然有他的好处 非我等凡夫所及 魔镜男争道 主人有惊天神通 怎能是凡夫 元城天也不解释 唯有唯唯一笑 魔镜男虽有洞天查地之能 却不知人情 看来日后与他说话 还是实话实说的好 那些个客套交情 通通是用不着的 这时心神中传来一道陌生信诀 信诀中道 元道友 在下为基氏弟子 特来助战 元城天喜道 着实有劳 片刻之后 两名青袍修士连魅而至 皆是集到大成境界 其中一名修士头戴银罐 手中法宝是一柄乌木剑 另一名修士头戴铁罐 所用法宝为一柄铁剑 样式古朴简素 实为蛮荒之宝 到了元城天面前后 二修将手中玉牌朝元城天一晃 那时基氏修士的身份标示 元城天也有一块 元城天略略一瞧 自是名正无物 魔镜男目中除了元城天外 就连击春山也不会放在眼中 这两名虽是集到之修 他也是视而不见 二修见他神色冷傲 皆是暗暗撑袭 魔镜男子从刀魂刀体和二为一之后 只要心中不动杀鸡 便与寻常修士无异 他人也很难瞧出他的根底来 唯一不同之处 就是别人怎样也瞧不出他的修为境界来 元城天拱手道 此番为周氏俗悟 却要劳动两位到有万里而来 成天心中难安 银贯修士孝道 周氏即为基氏辅足 自然是上下一体 周氏之事便是基氏之事 元兄何必客气 铁贯修士则道 却不知那失踪的修士现在何方 元城天道 在下这位是将 对天地杀气颇有感应 已查出正西方储必有杀罚 可究竟离此多远 目前难知 铁贯修士道 这就齐了 既知彼储有杀罚 怎得又不知远近 贵士将所修之术 却又是何神通 目光就向魔镜男瞧来 魔镜男摇了摇头道 我从来不曾修行过什么神通 也不细加解释 又将目光转到了别处 元城天瞧在眼中 不由暗暗摇头 两名修士见魔镜男孤傲无礼 皆是心中有气 此次元城天被积春山收为辅足弟子 人人皆知是为先会之战 即到境界的斗法 元城天已牢牢占据一个名额了 在先会中出战 实为先祖弟子最为荣耀之事 数百年苦修 为了救世这一日 哪知道却被一个外来修士抢了风头 这也就罢了 天偏元城天不过是名先修之事 这又怎能让朱修福气 就有人将此事向基劳祖汇报 虽不敢为路不满之意 可只需强调元城天的境界 也就相当于告状了 这时在暗泽姬春山用人不当 假公即私 不想姬老祖却道 春山所行之事 实为本座主张 一句话就消去所有争执 这几道境界的主战修士身份 谁也抢不去了 姬老祖此言一出 既是诸多几道之修自然不敢智慧 但心中难免不服 因而这次元城天主周氏仪式向基势求援 应征者即是踊跃 大大出乎姬春山的意料 不过姬春山是何等人物 历史就明白朱修心中的想法了 一来他担心元城天此次所欲对手强大 二来也是想让朱修一度元城天的修为神通 此次所谴的两名吉道之修 皆是先会的被选修士 自然都是基势吉道境界中的佼佼者 如今又因魔镜男不知应对 两名修士心中更忍了一肚子气 就在心中暗暗发誓 此番出手 定要让元城天与魔镜男 好好瞧瞧他二人的手段 凌贯修士道 既然讯息不明 且让在下探来 当下纵身跃到高空处 放出墓中两道清光 以探四周虚实 这是观天之术 元城天也曾修行过 因他所修功法 为号天第一的子罗心法 此法修成之后 那子罗心法运转之时 亦会将这心法逐步提高 此刻元城天在此术上的成就 或可达到大观天术的境界了 而元城天动用观天术时 并无异象 而是身自内敛 理之这银贯修士所学 自然略高一筹 银贯修士探了片刻 向脚下元城天和铁贯修士传音道 离此五千里之处 正西方向 有杀气干云 看来必有几道境界者在那里斗法 铁贯修士道 这么说来 这位是将近是说得对了 话中略带惊奇 银贯修士落江下来 一言不发与诸修并行 二修所施顿术 与元城天的万里踏云术相比 导也不相上下 可元城天有诸多加持 可就比二修快得多了 与不过元城天也就罢了 此人毕竟是基老祖清点的主战修士 可是就连那魔镜男的盾数 竟然也高于二修 这就让二修又修又气了 其实魔镜男的盾数也只是平平 但只要四周有杀伐之气 那魔镜男就可借着杀气而盾 越是离杀气越近 越是快捷 就算是超过了元城天也不稀奇 因此初时还是四人并列 其后是元城天当先 可行了三千里后 魔镜男越行越快 竟然越过了元城天 变成一马当先之势 二修更是心惊 这女修究竟是修了怎样的神通 居然连自家主人也超过了 好在魔镜男虽不知礼数 却知道主人不可不敬 一旦觉察出身地越过了元城天 就慌忙缓了下来 元城天却道 这等凡文俗里且不必理会 就人要紧 你既然去得快 就速去争斗之处 早点替周修解困也好 刀君在青龙塔中听到元城天这话 怎能按耐得住 叫道 刀君意愿意往 元城天笑道 只要你能跟等上进南 自然也可先行一步 刀君大喜 历时顿出青龙塔 道 且让大修瞧我的手段 就终飞出一道金刚来 却在落在数百里处 而这道金刚显现之后 刀君身子一晃 只在眨眼之间 就到了那金刚的面前 这时借金刚而盾 与魔镜男的杀气盾术 又是大有不同 二女各式妙盾 双双抢在三修前面 元城天也就罢了 二位姬氏修是心中不服 拼命追来 可是二女所行盾术 已远超寻常空间法则 又怎是寻常盾术可比 眼睁睁地瞧着二女 没了踪影 二修追之不及 只好在心中暗自叹息 魔镜男的来历二人 瞧之不出 可刀君则是熟悉不过了 那分明是阳氏的镇族法宝 不想静落在元城天手中 由此看来 这元城天与诸多先祖 也是大有机缘了 刀君虽仗着金刚速盾 一时间也能抢在 魔镜男面前 却见魔镜男越盾越快 千里之后 就越过刀君了 这时前方法宝光芒冲天而起 瞧来斗得正经 刀君瞧见这些个法宝光芒 反倒松了一口气 只要双方仍在斗法 则证明那位周姓修士尚未陨落 他动用谋中神光 就向前方瞧去 只见前方共有六名修士 正围着另一名修士厮杀 其的是 朱修并不曾在空中斗法 而是其其落在地面之上 那被围在当中的修士身上法刨 早就残破不堪 手中法剑也只剩下一半了 神情憔悴之极 分明真玄大损之相 唯有插在深周的四面四色阵 其游字烈烈起舞 其阵中生出四道光芒 正冲天而起 刚才所见 正是这其阵之光 刀君瞧见此景 心中暗其 这修士已被逼到这不田地 怎的那六名修士还攻不进去 而这其阵乔来即是高明 显飞这修士所有 却又来自何方 就听其阵外一名修士道 周孝武 若不是瞧着那灵兽的面子上 你便有十条性命 也将你杀了 你莫要不是好歹 速速交出灵兽来 也好饶你性命 其阵中的修士黑然不语 神情之中 透着几分坚毅 又有几分惶恐 阵外修士见周孝武不理会 不由怒道 道有 莫要敬酒不吃吃法酒 我等听着舍了这灵兽的性命 也定要将你杀了 说吧一仰手中法剑 就要大步进去正去 他刚走了几步 就见从周孝武的怀中 呼得露出一个小小的脑袋来 原来是指小小的灵兽 这灵兽生得好不可爱 乔来令人心中生怜 那持剑修士瞧见这指灵兽 脚步不由得缓了下来 慌忙闭上眼睛 口中道 你莫要瞧我 这次我下了决心 并要杀了你身边那人 救你出来 可是此修的脚步 终于还是停了下来 再来瞧他的神情 于七分凶蛮之中 已带了三分慈悲 刀君见到此景 更是惊讶 那周孝武怀中的灵兽 莫非有感化他人性情的能力 这世间又怎会有这样的生灵 这时魔镜难以马当先 已冲了过去 未等冲到诸修进楚 从空中落下一道光芒 就将魔镜难铺的照在其中 第1068章 两女何必谁可敌 魔镜难初始也不在意 这世间能困住他的法术法宝 着实不多 若面对着太虚境界以上修士 他或许还略有忌惮 可刚才目光一扫 知道这六修皆是极道境界 自然不以为然 不想就此糟糕 六修在魔镜难近身之前 便有意修士手持一面玉镜 远远就照定了魔镜难 此境并不曾发出法宝神光来 但却可照出魔镜难的真身 从这玉镜之中 可看出魔镜难只是一柄黑气环绕的法刀 六修之中 不乏玄成身后之背 就猜出魔镜难或许就是当年魔戒魁神 丢失的那柄魔刀了 从空中落下的这件法宝 就叫做这魔塔 此塔专为魔修而至 魔镜难虽与魔修有许多差异 可胸中杀气却与魔修一般无二 那这魔塔中的光芒 便是专刻杀气之物 魔镜难被此光照住 全身都动弹不得 那记塔的修士哈哈大笑道 我寻此刀许久 不想在此处遇见 岂不是我的造化 而若压制这指灵兽 也非此刀不可 另有一修士点头道 此刀与这指灵兽 可谓是互为天敌了 谁能压制住谁 端看谁的修为更深厚些 看来是天赐此魔刀 让我等得此灵兽 记塔的修士从物藏中 取出一柄桃木进来 将此剑向魔镜难一指 魔镜难的化身顿时就一阵大动 眼看着就要失去化身 现出原形了 那化身不过是一点灵气所宁 一旦魔镜难心境大师 刀魂动摇 又如何还能维持 便在这时 刀军已然感到 他轻驰一声 将三道金刚记起 向那记塔的修士扫落 这三道金刚来是极快 刀军与魔镜难每日较计 情谊飞书 见到魔镜难被这阵魔塔收了去 怎能不及 故而这三道金刚与往日大不相同 隐隐接近了神光的威能 使集合了刀军全身功力 端得不可小事 记塔的修士鹤道 好厉害的金刚 身子化成一道长虹 急急地逃了开去 就连空中的镇魔塔也来不及收起了 奈何镇魔塔虽被留下 刀军除了本能的杀法手段 又怎知如何收塔 情急之下 将空中三道金刚强行扭转过来 就向这阵魔塔扫去 这也是刀军对魔镜难之根之底 知道这金刚怎样也伤不得魔镜难之故 六修中虽逃了一人 被周孝武怀中灵兽战时赶怀了一人 仍有四名修士 就在刀军身侧 似修剑刀军要用金刚扫塔 同时喝了一声 其实手中法宝 向刀军寄来 说来这六修甚是厉害 既然以照出魔镜难的来历 又如何看不出刀军的本相 那四剑法宝 也非寻常法宝 皆是针对刀军的特点而来 百族修士号称多宝 从此事上也可略亏一般了 第一剑法宝是一个布袋 袋中轻器掀出 将刀军笼罩其中 刀军身不由矣 就像这口袋终生了过去 第二剑法宝则是纳面欲镜 此镜不仅能照出对手的本相来 亦可发出一道紫光 这紫光与刀军的金刚一处 两种光芒同时一暗 原来这道紫光叫做石绝紫光 又名小青豪 与青豪神光一般 专杀先修之士 只是在威能上 只有青豪神光的一城罢了 其他两宝 比其这布袋与石绝紫光来 就要略弱了 视为一根浮线索 一块乌铁印 这两件法宝 都非杀伐之宝 浮线索可以用来拿人 乌铁印专门压制修士心境 对刀军来说 都可算是针锋相对 刺剑法宝之宗 就属石绝紫光 让刀军最感头痛 只因此光袭来之后 他的金刚威能 与对方相互抵消 威能可就大弱了 而随着金刚威能大弱 布袋法宝的威能 就更加突出 刀军被这布袋牢牢吸住 一时间也是动弹不得 幸好三道金刚之宗 除了有一道金刚 与石绝紫光接触到之外 其他两道 仍扫到了镇魔塔上 这镇魔塔虽是仙家至宝 又怎能经得住两道金刚扫来 历时就列出一道极大的缝隙 这镇魔塔露出破绽之后 塔中法则历时消散得干干净净 塔中的魔镜男 这时才如梦方醒 他发现自己即将献出原形来 又羞又急 景露之下 也顾不得体内麒麟所下静置 左手画一式破旗杀 去斩空中布袋 右手画出圆缺刀 只取那持静修士的咽喉 只因心中杀气一现 麒麟静置历时生效 心中痛苦 时不可当 但魔镜男动心杀人 原是为了刀军 心中就想到 刀军为了救我 才会陷入困境 若被那修士收了去 岂不是要丹一世的污名 今日就算再苦十倍 也是不回头 不想这念头一起 那心中痛楚莫名地 就减去了一半 这让魔镜男又惊又喜 心中就想到 这麒麟所舍尽致 倒也不是全然不讲道理 原来我若是为他人 开了杀戒 麒麟倒是会体谅一二的 只是犹存一半苦痛 分明是提醒我 那杀人总是不得已而为之 便是食恶之涉之人 也必有不死因由 经此一物 魔镜男对生死之事 已是略有所悟 原成天与魔镜男本是心神相通 叹道魔镜男心中这般想 又是欢喜 又是叹息 自己与麒麟的一番苦心 总算没有白费 魔镜男今日对生死略有领悟 自是远远不足 更谈不上全消胸中杀气 生出慈悲之心 可他对刀君生出情依来 却是个可喜的变化 不带修士见魔镜男动用破旗杀 慌得即将布带倒转 以带中轻气抵御这是破气杀 否则这破气杀若是真各而触到布带 以这破气杀的暗藏神通 必使这布带法宝大损了 而魔镜男师出的另一事 则非那持尽修士所能强接 急忙也化一道清洗 必到一边 刀君得了魔镜男之助 嘻嘻笑道 镜男妹子 这次可多谢了 魔镜男道 我不助你 难道要助他们 又谢我作甚 觉得刀君此言着实不可思议 刀君拖了那布带清光的笼罩后 精神大振 这时那幅纤索已将身子牢牢捆住 乌铁印也在他的额头之上 结结实实地来了一击 可刀君本是刀器化身 又怎会被那有形之物所扶住 身子只一晃 就从笼线索中挣托出来 至于头顶的乌铁印 更是若无误 再手起两道金刚 一道将笼线索一批两半 另一道则将乌木印在空中打了几个跟斗 被撞出数百里外去了 那周孝文之所以能称到现在 便是因为得了圆成天的金符传印 知道大圆很快变质 这才有信心与对手苦苦相持 不过这六名对手也极是厉害 若是以周孝文平时的手段 只怕早就生死魂灭了 周孝文的同伴周孝章 就是不幸陨落了 此时见到二女来救 出师大为失望 此刻则是转游为喜 忙叫道 两位仙子 务必小心 这六修手段极多 切不可因一时占了上风而失了谨慎 刀君道 你只管安坐在那里 少时等我们推了对手 自来救你 这时六修旗帜 都围在二女身边 只因六修看得明白 若不能打发了刀君与魔镜男 又如何去取灵兽 那周孝文身边的旗阵来历不凡 也非等闲可破的 迟近的修士鹤道 两位仙子 我们在这里斗法 与你和甘 物字前来捣乱 忍恼了我们 连你等也一起拿了 刀君哈哈大笑道 我倒要瞧瞧 你有何手段能拿得住我 心中存道 大修随时变质 我若能颤着大修位置之前 将这六修打发了 岂不是妙事一桩 也嫌我刀君的手段 想到这里 目光在六修身上一扫 这是要寻出一个略弱的修士 也好图施其招 伤了那修士 这是各个急迫之计 不想人选还没则好 魔镜男已然再次出手了 刚才魔镜男施出的那是破弃杀 虽被布袋修士收了去 可魔镜男只需预长一百 就可重新生出刀绝来 仍是食指晚在 此刻左手在施一式魔刀绝 乃是魔刀三杀中的破魂杀 此时若是击中对手 对手元魂定然被这一刀斩碎 端蒂是十分厉害 而右手也在出一式 视为血月刀 义士魔镜男常用的手段 两式刀绝 皆向那布袋修士奔去 只因此人手中布袋 对刀均与自己皆有克制之能 不将此修压制住了 又如何应对其他对手 在六修之中 这布袋修士的境界意识最强 视为集到大成境界 若能一举拿下此修 当下振折住其他修士 或可不战而胜了 布袋修士见魔镜男双刀寄来 也是如灵大敌 芒将手中布袋对准的魔镜男 便想顾忌重施 再收魔镜男两式魔刀绝 这两式魔力绝中 布袋修士已然瞧出 就数破魂杀罪令人头痛 好在有这件布袋法宝傍身 只要不让这式刀绝触到身子 倒也无事 布袋中青光大圣 果然将魔镜男的两式刀绝收去 刀君暗教可惜 无论是自已还是魔镜男 都不可能源源不断地发出金刚刀绝 二女用出仪式 就少了仪式 总是有个限度的 魔镜男情急出手 未免也仓促了些 布袋修士收了两式刀绝后 不由大笑道 原来仙子的手段 也不过如此 就在这时 耳中听到吃得一声轻响 却不知何故 第1069章 维征嫌弃须尽力 布袋修士惊觉回头 赫然发现布袋裂了一道缝隙 一道刀芒正从这缝隙中窜出 洋洋飞到空中去 而随着这布袋破损 一口清气也四散而出 这刀芒暗藏遂精切欲知法则 显然绝非刚才那道破魂诀 对极道境界的修士而言 一道法诀暗藏的法则 自可轻易判断出来 布袋修士刚才敢用布袋法宝 去收两道魔刀诀 也正是因为判断出两道魔刀诀的法则 破不得这布袋法宝 不想那魔镜南岸将破气纱运在破魂纱之中 居然就骗过了布袋修士 等到布袋修士将此刀绝收去之后 破气纱变大显神通 一举破了这布袋法宝 布袋修士见法宝有损 怎不心痛 这布袋名乾坤混元一气带 内藏天地间一口至清之气 可谓是无所不纳 无所不包 实为强力法宝 但无论是怎样的法宝 皆需用五行之物炼制 不巧这破气纱所藏法则 却是砖破五行之物 如此一来 就是这混元一气带的克星了 世间之物 皆是相生相克 任你法宝如何强大 也自有那天生的克星在那里厚着 布袋修士心痛的倒不是那口布袋 而是布袋中的这口清气着实来之不易 此刻见清气涣散而去 哪里还有心思留下来对敌 慌忙顿风而去 追逐那道清气去了 魔镜南此次巧用计策 终于退去了一休 只是六休中只去了一休 魔镜南心中又怎会丝毫喜意 再使两道魔刀绝 就像那尺塔修士寄去 这尺塔修士刚才显现让他现了原形 心中对其自是恨极 这两道魔刀绝意为破魂杀 意为破钢器 这分明是要取这修士的性命了 魔刀三杀七绝之重 三杀最强 但每一杀皆要大号心神 此次双杀同师 这已是拼命的架势 两大杀士之中 破钢杀在前 而破魂杀在后 原来那破魂杀只能破得了修士元魂 若遇到修士的法宝法相法身之宝 往往就是无能为力了 好在这破钢杀却是专破修士的法相 与法身之宝 唯独不能破气破魂罢了 如今两杀同师 正好相互补充 说来若是三杀同师 几乎就可利弊对手了 但以魔镜男此刻修为 就算两杀同师 也是勉力为之 又何谈三杀同师 只盼日后修为大镜 才可三杀同师 大显威风 持塔修士见两道刀绝气势汹汹而来 又有刚才不带修士的教训在前 怎敢有丝毫大意 大魔刀绝速快急 若想逃之夭夭几乎是不可能了 唯有与其大斗玄成法术 方显手段 灵士在两道刀绝上一扫 以掠知刀绝的根底 这时达成吉道之修境界后 灵士毕生的玄成 见到对手的法术法宝 心中力成反应 非低境界者所能相比 刚才魔镜男正式利用这个特性 吸过了布袋修士 而此刻持塔修士 亦是同样利用此技 试破二世魔刀绝的特性 持塔修士不慌不忙 左手在空中一抹 一道法绝变生 此为魔绝守法 比起掐绝来又高明不少 原成天就算修为胜过极道之修 可谓到这个境界 也是使不出这魔绝守法的 魔绝守法的妙处 就是一个快字 数指暗运法绝 随手一抹 可不比五指轮转便当了许多 随着持塔修士左手的魔绝之法 空中献出一名修士来 形容相貌与持塔修士一般无二 就连气度零压 几乎也分不出两样 原来这是持塔修士画出一道虚式 引去那两道魔刀绝 此为护水东夷之法 只是牺牲了一点虚式而已 怎样也是值得的 魔镜男虽能是出这空出的虚式 奈何两道魔刀绝已出 又怎能随之而变 就见两道魔刀绝一前一后 奔着这虚式而去 先是破钢杀往那虚式上一撞 将这道虚式撞了个形神焕散 其后破魂绝将这虚式打了个魂飞魄散 在空中化为一团光影 但持塔修士虽是牺牲了一道虚式 毕竟也破了魔镜男的双杀夺命之术 而魔镜男一时间也不可能再次动用双杀之术 算来仍是便宜的 魔镜男受此小挫 心情样样不快 那边刀君笑道 静男莫及 我来替你出口恶气 双修一百 两道金刚已出 施迹这两道金刚时 刀君并未动用全力 但金刚上神光婉然 看来刀君的修饰再进一步 就算没有竭尽全力 也可是出神光了 只是此刻金刚与神光同在 尚不算是完全晋升神光境界 持塔修士心中暗暗叫苦 怎的二女都冲着自己而来 其他四位修士 就是死人不成 其实朱修秀手 也是形式使然 刚才朱修对二女齐齐动手 除了不带修士与持塔修士之外 其余朱修 皆没能占的便宜 这也使得朱修出手之时心中有欲 促之间 时不知该用何种法宝法术对付二女了 刀君与魔镜男抢在此刻动手 也是天生的机名所致 怎样学也学不来的 两道金刚神光同时洗道 持塔修士只好重操旧夜 再抹出一道虚势来 只盼能将刀君的金刚神光也同样化解了 到时朱修回过神来 就可齐齐动手 将二女压制住了 只可惜持塔修士虽是出金刚的特性 却仍是低估了金刚的威能 那金刚杀时几道虚势上去 无声无息之间 就使空中金光乱舞 一道虚势就此化为无形 但两道金刚 也只是减去三成威能罢了 仍是直奔持塔修士而来 持塔修士教道 抵御不得了 身子再化一道长红 堪堪必到一边去 这身化长红之术导已了得 两次都使持塔修士避过劫难 这样的身法 也不是容易就施展得出的 就见持塔修士满脸通红 这是真玄不计之兆 身边四修乔见同伴这样的神情 知道若再不动手 六修中又要少了一个 也不管所要动用的法宝法术是否有效了 就将五六件法宝 三道法觉齐齐打向二女 空中法觉与法觉交织在一处 别说是魔镜男与刀军 就算是袁承天在此 也着实无法一一变得出来 二女又怎敢拖大 那其道知修的手段 谁也不敢小看的 说不定其中就有一两项法术 一两件法宝正好是二女的克星 好在四周杀气冲天 魔镜男借着杀气而顿 可谓是身随意动 瞬间就可转移到别处了 刀军刚才一记出了数道金刚 其中有一两道尚未消失 也同样可借着金刚盾速 刹那间一道外间 双方这一场大斗 只令人眼花缭乱 就在二女纷纷闪避之时 袁承天与两名姬修士同时赶到了 袁承天刚才的盾速 虽是快了两名姬姓修士半拍 可二修自存 自己好歹也是姬姓修士 风头怎能被一名仙修之士压过了 于是在接近斗场千里时 二修同时祭出法诀 将身子化成清光 及及赶来 终于是与袁承天同时抢到 二修所施法术 名为清光盾地术 与持塔修士的身化长红 其实是同样的极盾之术 只是这样的盾术 自然是要消耗大量的真玄的 即使二修自视境界比百足修士为高 就算事先牺牲一些真玄 但能抢先一步到达斗场 也总比试了面子要好 即使二修也不说 有心要在袁承天面前一展神通 银贯修士一瞧准了持塔修士 手中乌木剑寄了出去 叫一声 这乌木剑寄到空中后 就化成一根巨大的木剑 缓缓向下一沉 不想随着这木剑一沉 就生出百月之力来 持塔修士身子感受其重 叫道 厉害 慌忙抹出一绝 去迎向此木剑 此修好不倒霉 就因第一个项魔镜难动手 就被人记在心中 任谁都将它是为首要目标 这乌木剑剑是沉重异常 这百月之力 只怕远远没有发挥出潜能来 必定还有后招 因此持塔修士 虽是抹绝支撑住了 可心中仍实时牢记脚底抹油战术 不肯与来人力听 打之那乌木剑亦是其宝 这边施出百月之力 那边就大发乌光 从空中向持塔修士照下 而这道乌光就好似铜墙铁壁一般 持塔修士身陷其中 居然就是动弹不得了 持镜修士乔出不妙来 叫道 这是混沌乌木 有一道混元之气来 不可大意了 一道说着 一边就将手中玉镜 朝着银罐修士一晃 镜中的小青豪在此诗出 银罐修士正专心与持塔修士斗法 若想分心去对付这面玉镜 就怕把持塔修士放走了 正在犹豫 那边铁罐修士笑道 你的对手是我 将手中铁哥及及向持镜修士次来 这铁哥虽只是随手一次 却有一道受吼之声隐隐传来 持镜修士听到这受吼之声 身子唯唯一睁 看来这声受吼 竟有这魂之能 一再圆成天听来 则分明听出那是一字折字绝了 这件蛮荒谷物果然是了得 持镜修士见自身受功 也就顾不得去援助同伴了 芒将欲境急转 小青豪转向铁罐修士扫制 另外三位修士 也齐齐动手 目标皆是铁罐修士 空中数件法宝 在铁罐修士身边飞舞不休 法宝其实最大的好处 就是在这方寸之地 会形成极强的灵压来 铁罐修士虽是大成之修 在这刹那间 也是大敢吃不消了 胸中一口真悬不足 手中铁哥不由得迟缓了下来 刚才施出极顿之术的 必处就此显现 第1070章各成妙法争短长 机性二修虽然同处斗场 且相距颇近 可因对手法宝技师目标不同 所承受的压力也就完全不同 银罐修士专心于持塔修士斗法 其他珠修珠宝 则完全由铁罐修士承受下来 这是二修早就形成的默契 只盼银罐修士能以乌木剑之能 尽快压制住对手 铁罐修士多撑一时 银罐修士就多一份胜算 此策虽好 却苦了铁罐修士 他刚才动用青光遁地数时 真悬已是大号 此刻在珠斑法宝的压力下 真悬流逝更快 而一银罐修士所受的外界压力 就会同步在心境中反映出来 外界压力越大 心境越易动摇 心境修行之难 由此可见一般 铁罐修士及时要强 明知圆成天意在身侧 却也不肯去求援 甚至在神情上也不愿流露出半点来 只盼能以自身力量 将百足诸修齐齐打发了 才显自家手段 意在鸡劳足与鸡春山面前 做个无言的抗议 让二位明白 即使选员成天为主战修士 终究还是错了 心中既有此念 也就咬了咬牙 强撑着回过铁哥 在铁哥上猛地一拍 铁哥再次发出一声售吼 身边朱修被这售吼之声震的心境移动 不敢逼人太甚 齐齐后退了数十丈 朱修心境动摇 那么既在空中的法宝也会受到感应 自然也不像刚才那样逼得太紧了 这时刀君与魔镜难易缓缓回转斗场 却不动手 而是在旁系关机姓二修与百足五名修士斗法 说来二女虽是天地之灵 杀法手段天下无双 可毕竟修为尚且 平时遇到低等级的对手也就罢了 此番遇到的对手皆是疾到之修 就发现刚才一番交手 大号新神法力 此刻虽然不能说毫无一战之力 却不敢再轻视对手了 原成天一是副手而立 先看朱修斗法 就好似此事与自己毫无关系一般 以原成天的灵慧 怎不知二机心事 既然两位畸性修士想一战神通 与自己争各段长 自己又何必与他们争功 那些各须名 他是向来不放在心中的 而从朱修斗法上 亦可乔出号天极道之修的修为神通 又是到了何种程度 这样的经历亦是难得 自己若想与九龙成就双修之盟 就非得在先会上大显神通 以博得苏氏老祖垂青不可 虽然以原成天的性情 那样的行径或有华仲取宠之贤 可既是为了九龙 便是在南十倍的事情 又有何妨 即春山将自己收为基氏府族 固然有成全自己与九龙之意 亦是盼着自己能为基氏 在先会上立下功劳 而自己的对手 自然就是极道之修了 若自己能以先修境界 却在先会上大发一彩 击败极道之修 既是自是面上有光 自己与九龙之间 也会少了许多阻碍 想来到时先会极道之战 亦是极道大成之事 原成天今日逢此良机 可以一睹基氏 极道大成之修的手段 亦可推此吉彼 亦亏好天际道大成者的神通如何 铁冠修士刚才虽逞强 师出青光盾地数来 大号真玄 可经刚才铁歌中的售吼之声 却使战局转缓 自己也得了喘息之机 可见即道大成之事 果然了得 不过这战局上的停顿 也只是一瞬间罢了 五明百族修士心中明白的景 今日对手虽重 可刀君与魔镜南风锐以措 原成天不过是先修之事 殊不可虑 唯有这两名基氏 即道大成之修 才是真正对手 而这五明百族修士中 那铁塔持尽修士 虽非即道大成之事 可一离大成不远已 这样算来 百族修士在局面上是稳战优势的 只不过刚才被刀君与魔镜南一顿搅局 才使得诸修狼狈万分 此刻竟下心来 寻常法与对手斗法 又怎能吃亏 就见铁塔修士再寄一件法宝 此宝为一名黄黄的短刀 这短刀寄出 刀盲足有两杖 刹那间就破了乌目剑光 石塔修士摆脱了乌目剑光的笼罩 手指又在空中一抹 再次画出一道虚势来 这道虚势手持一柄精锤 像银罐修士狠狠砸来 出来修士的虚势 虽及不上本体的威能 亦是疾难破解的 刀君魔镜南能破虚势 靠的是先天生就的手段 而这世间又有几个刀君欲谋静南 因此持塔修士画出这道虚势后 银罐修士压力大增 想一举压制对手 却又谈何容易 只好收了速胜对手之心 先来个剑招拆招 剑宝破宝 稳住阵脚再说 银罐修士将这乌目剑一拍 那乌目剑一分为二 一柄持在手中 作为防御之宝 另一柄则迎上虚势的精锤 这样化气的神通 导也不亚于持塔修士画出虚势的手段 只是银罐修士既然无法速胜对手 他与铁罐修士先前定的计策可就落了空 而对手也知道二修的心思 也没有分兵来斗 而是将计就计 四修皆围着铁罐修士 反倒让铁罐修士显向还生 这世间本就没有十全十美的计谋 总要因着局势的变化而定 如果说刚才铁罐修士牺牲自己 为同伴速胜赢的时机 算是一项妙测 此刻确实作简自浮了 这边铁罐上授吼之声刚刚止歇 四修就重新围了过来 四修同时按施静心法觉 使得心境稳固住了 于是空间的珠般法宝 未能再次增强起来 那四件法宝 乃是两件法件 一柄铁如意 一粒银莲子 这四件法宝 各自奥妙不同 亦显示出极道之修的修为神通 比之极道境界以下之士 其手段花样多了数倍 两柄法件之重 一柄为杀伐之气 此件经百日地火精炼而成 不靠法宝光芒杀敌 而是专凭自身锋芒取胜 修饰寻常的护身金刚 心意就会被此宝破了 另一件法件 则是一件祭宝 这法件上放出一道法觉 这道法觉形成一团烈焰 在空中熊熊燃烧 一团巨大的火球 频频向铁罐修饰撞去 若被这火球撞着 还不烧个皮烂肉胶 那柄铁如玉 是持近修饰所济 那玉镜虽好 可即施时要动用灵式 此刻既然占了上风 又如何肯望动玉镜 好在这铁如意是一件中宝 此宝接到空中时 就有五十月的力道 虽不算极强 可此宝每下压十丈 就抖增五月压力 离铁罐修饰越近 压力可就越强 等到这铁如意离铁罐修饰 头顶竖杖时 岂不是就有百月之力 就算不论及其他珠宝 带来的灵压 便是这铁如意的百月压力 就迫使铁罐修饰 抬头举手倍感艰难 想要技法师宝 哪里能那么容易 至于第四件银莲子 则是一件暗宝 此宝也无多大的妙处 胜在其势极快 大铁如意自百丈高处压下来时 这银莲子已回来七八糟了 这件法宝倒也不想伤敌 其目的不过是在搅乱铁罐修饰的心神罢了 对手四宝各有巧妙 若是换了寻常修饰 哪里能够敌得住 只怕早就逃之夭夭了 但这铁罐修饰有心要在原成天面前逞雄 便是今日粉身碎骨 也不肯退后半步 而修饰的心气 于斗法之中使有绝大用处 就算你神通强大 若是上来就心生却异 也会轻易被人压制了 再一旦被压制住了 那心境越来越不稳固 终至一败涂地 可若是性情坚强 就算是稍弱于对手 也不见得就要落败 原成天时常越界朱迪 于此最有心的 铁罐修饰静下心来 手中意识妙招分成 要将对手四剑法宝一一化解 对那剑杀伐之气 只需将铁哥祭出 这剑荒蛮之宝 怎样也不会弱于对手的法剑 两剑法宝在空中一处 那铁剑先吃了个亏 就被铁哥打下一块来 虽然尚可使用 毕竟是吃了苦头 至于那团火球 铁罐修饰意识不慌不忙 伸手在胸口一拍 口中喷出一团氢气 此氢气为先天养成 乃是平时修行之时 则天地最清最纯之气 存之于丹田 积百年岁月 方养成一口先天氢气 此口先天氢气 可敌五行之宝 破法则之气 端地时奥妙无穷 也唯有在好天界中 自小就依正法修行 方能修成这样的神通 像袁承天这样的凡界修饰 哪里有这样的机缘 这也是好天修饰 与凡界修饰 大不相同的地方了 因此那团火球 虽是厉害 却怎是这先天氢气的对手 自被吹得消散干净 让袁承天 一忍不住喝起采来 心中便道 这口先天氢气 虽是养成不易 可借来到好天 也该修行起来 日后必定是有大用的 敌住了两柄法剑之后 铁罐修饰仍是手段不尽 体内先盾出一粒射粒子 去敌那银莲子 这射粒子本是其百年修成的法身之宝 专用来护身玉器 铁莲子来去得再快 也足以能抵抵得住的 倒是那剑铁如意令人头痛 那凡界凡人私斗 有一粒将时会之说 说的是只要力量强大 对手招式再多 也凡人私斗往往会被克制 而在先修斗法中 同样是这个道理 这铁如意的百月之力 可不是凭着花样摆出的 法觉法宝就能抵住了 那非得动用真实修为不可 铁罐修饰急急取出一块银盾来 向那铁如意迎去 在离头顶五十丈处时 堪堪抵住了铁如意 可是随着铁如意一丈丈压下 等离头顶还有数丈时 那银盾啪的一声 裂成了数块 这持近修饰的法宝威能 果然是强大之极 第1071章天生奇兽有传承 趋之若想抵御百月 这样的强大力量 若只靠法宝的本身之力 除非是像太一弱水 这样的天才地宝 否则是断乎不能 因此法宝能抵御多强的力量 大半要靠修饰本身的境界修为 银盾被铁如意压碎 便说明铁罐修饰自身修为 在对方珠宝的压制下 已是大显不足了 原成天见此情景 忍不住就想出手 若那铁罐修饰有能力压制 朱修也就罢了 现在瞧来 铁罐修饰在支撑下去 只怕连性命都要丢去了 自己又如何其能够修守 可负又想来 二名激性修饰之所以逞强斗法 目的就是为争一口气罢 自己此刻若是出手将对手收拾了 岂不是大大搏了二击的面子 这样说来 不光是自己不便出手 便是刀钧与魔镜男 只怕也不便再次下场了 二击不可不救 自己这边又不便出手 这可给原成天出了个好大的难题 目光一转 就落向周孝无处 不由的心中一亮 若想引开百足修饰 只好从周孝无处着手了 一旦百足修饰主动向他动手 自己出于自卫被动还击 也就不算搏了二击的面子 当下将顿风一紧 就冲着周孝无缓缓行去 口中道 周氏代指示周成天救援来迟 还请人凶莫怪 周孝无以一人之力 独斗百足六大修饰 靠得只是胸中一口气罢了 如今瞧见周族修饰来源 这口气立时松懈了下来 常叹道 孝无用 没能保住孝张道友 还请代指示依法延长 原成天道 人凶 这是说哪里话来 用禅室轻轻叹去 见那周孝无全身灵脉错乱 目中神光涣散 这是受了极重的伤势了 若不能立时以灵丹妙法救助 此人怕也是要隐落了 令他惊奇的是 以周孝无之能 又怎能独自支撑许久 而其所用阵法在周氏法术之中 似乎也不见记载 若说此是周孝无的独家秘术 可此术微能过强 又远超周孝无本身所学了 莫非这护注周孝无的阵法 亦与他怀中灵兽有关 早在来此之前 原成天的神世便想一探这灵兽的根底 奈何那阵法甚是奇鬼 自己的神世也只能探进去一丝一线罢了 而天下的灵兽又体 乔来皆是一般 实在瞧不出是何种物种 如今虽是离得近了 受这阵法所挡 神是一样无法更深入地探明这灵兽的根底 离阵法还有数十丈时 周孝无怀中那只灵兽抬起头来 好奇地瞧了原成天一眼 只是这一眼 就让原成天心中毫不柔软 他本来亦无杀心 此刻更是满腔慈悲了 就恨不得将这右兽揽在怀中 好好地亲热一番 才肯甘休 修士的修为 原由心境而定 心境若生变化 那行动中就不知不觉地体现出来 原成天放缓脚步 目光瞧着右兽 与刚才的那名百族修士一般 亦是满眼慈爱之意 若换了其他修士 对这心境的变化自然不知不觉 可原成天毕竟极禅师与神师为一体 就算被这右兽感化了 却仍能保持一丝警觉 他心中明白 这右兽天生就具有一种强大无匹的这魂之术 此术至词之悲 宛若天地一般 而天下间具有这种至词之悲之术者 非其灵而合 如此看来 那只字言尚存五年受限的熊旗 怕是已不在人世了 故而才有另一对麒麟诞生 否则上一对麒麟中只要尚存一只 新生麒麟便不可能诞出了 以熊旗之志 又怎会算不清自己的受限 莫非那熊旗想促使新生麒麟早淡 故而不惜自我允身 而其牺牲这五年受限的原因 是想让自己早遇新生麒麟 此中奥妙 因熊旗已亡 那就成了永远的秘密 任何猜测 怕事都做不了准了 元成天问道 孝武兄 你怀中灵受奇异之急 却不想能被人凶所得 这份机缘 着实令人羡煞了 周孝武摇了摇头道 却是此灵来寻的我 否则以在下之能 又如何能破得了这个阵法 元成天这才恍然明白 原来这四面阵旗 却是天才地宝 是伴着这幼麒麟而来 想来这阵法 亦是这幼麒麟传于周孝武的了 这时那只幼麒麟呼得 从周孝武的怀中纵出 就向元成天扑来 这只幼麒麟瞧来 就像是一只梨猫一般 哪里有半分麒麟之状 亦着实分布出雄词 但这样一扑 却显出与众不同来 只见这只幼麒麟的深周 有清白紫金四色祥云围绕 天生锐兽 果然不同 元成天见幼麒麟扑来时 神情欢快无比 就像是遇着就有一般 心中大为疑惑 莫非自己与熊麒之约 那幼麒麟的心中 亦知晓一而不成 若是如此的话 那么熊麒您肯牺牲五年受限 亦要促使新麒麟 早些诞生的答案 自己约略能猜出几分了 看来熊麒是担心 又麒麟与自己错过了 就趁着自己上在好天界时 痛下决心 了断了自己的受限 以便自己与又麒麟相遇 只因五年时间 虽不算漫长 可休是行踪飘忽不定 五年中到了任何所在皆是可能 若真是如此的话 则熊麒这份对又麒麟的 如目之情 对自己的脱孤之意 着实令人感动 袁承天顿时觉得 自己肩上就负了千百月沉重的担子 这对又麒麟的培育之责 自己是万万推脱不得了 就在这只又麒麟在空中张开双臂 向袁承天扑过来之时 耳中听到有人道 妙吉 这只灵兽终于离了阵法 就见一只布袋当头罩了下来 正是那布袋修士去而复返了 若论袁承天此刻 那真是天此地悲 便是一只蝼夷也不肯伤害的 一来是这被那又麒麟天生的异能所感怀 二来则是想到雄奇脱孤之重 又怎能不对这只又麒麟心生关怀之情 打之这布袋修士却是大厦风景 天要恒生之劫 袁承天见这布袋照相又麒麟 就像是见到自己的孩子受人欺凌一般 又哪里能忍得 而人之心境 却又是奇妙的景 刚才的满腔慈悲 呼得化为雄雄怒火 却又一点也不突兀 只因人类爱惜幼子 那是天生之性 转词为怒 实为当然 他也不去瞧那位布袋修士 手中即掐锁自觉 一道符文在空中飞舞不定 急速形成一道金锁 就将那口布袋牢牢缠住了 这口布袋刚被魔镜男所破 袋中一口混原至青之气散之四周 虽被布袋修士及时寻来 可毕竟这法宝已是残损了 亡羊补牢 总是略逊一筹 布袋修士见法宝被对方法觉缠住 心中又急又怒 他仗此布袋 不知胜了多少有名修士 哪知今日谍遭强敌 此宝镜两次被制 口中大叫一声 这是动用了最强法觉 要将这布袋重新收回来 打至袁承天再掐一绝 名为池字绝 此绝专门用来与对手相持 只要那物事被这池字绝寄来 哪怕你是太虚修士 也未必能撼动分毫 若想破此真言妙诀 唯有先杀了袁承天再说 因此不管布袋修士如何掐绝 这布袋就像是被钉在空中一般 哪里能夺得动 此时另五名修士亦被惊动了 这六名修士的目标本就在那只 幼麒麟身上 此刻幼麒麟自已出了阵法 正是擒拿此灵兽的大好时机 又如何能错过 旧剑池敬修士将身移纵 手中欲晋级即易转 照向了袁承天 其他四名修士 亦是纷纷转向 其向法宝向袁承天寄来 百足诸修转移目标 本就在袁承天意料之中 既是对手主动来攻 可不是无形之中替两位畸性修士解围 至于这六名修士的法术强弱 袁乃天刚才观战之计 早就心中了然了 心念洞楚 那滴太一弱水已寄到头顶 寄出此宝 只是为以防万一罢了 袁承天心中对诸修的法宝手段 其实另有应付之道 这边寄出太一弱水 那边汉天灵已出 此灵在空中的灵灵只响了两声 空中就落下三剑法宝来 除了纳池塔修士与池镜修士 其他三修 其灵是皆若于袁承天 故而其所寄法宝 便被汉天灵撼动了 三宝被遥落之际 袁承天的金偶已出 这金偶与袁承天的配合 自是默契之极 抬手就将这三剑法宝招到手中 这边寄灵落宝 那边抬手招宝 中间哪里片刻空间 任你惊艳在风 也是措手不及 只是三宝虽被咬落 可持静修士的手中玉镜 以及持塔修士手中的短刀 却因对手灵势强大 无法撼动武豪 尤其是那面玉镜 放出的是石绝紫光 最是厉害不过 若被这紫光扫到 就算袁承天修成四重风月之体 只怕也经受不起了 但袁承天此番出手 早就盘算周全 若没将这玉镜中的石绝紫光算到 岂不是太弱了 因此就见他手中 急急飞出一道金光来 直奔那玉镜而去 这金光毫不快捷 也就是在那玉镜中的紫光 刚刚显露之际就打了过来 只听啪的一声 玉镜被这道金光挤了个粉碎 这六修最强的法宝 居然就这么被迫了 百足修士怎能不目瞪口呆 却不知这道金光 又是怎样的法宝 第1072章让他三尺又何妨 这道金光正是杜结金针 被金偶从叶金月手中设计夺来 当时叶金月御用此针诛杀金偶 金偶以计夺之 也不为过 此宝一属号天之宝 虽说只是名列三十余位 乔来并不出名 那是因此宝见数不多 在号天界中威名不张罢了 并不见得这法宝的威能不强 如今此宝落在圆成天手中 以圆成天的玄成 或可将此宝的威能大大发挥一番 日后号天之宝名为重牌 说不定此宝就会广为人之了 金翻度杰金针被圆成天用来打碎玉境 也算是对金针的另一番妙用了 只因若将法宝袭击修士肉身 那修士自有无穷手段感应防御 成功几率实不算高 但若是只用来将这案宝打击对手法宝 那情景就大有不同了 杜杰金针虽说威能强大 或者便是因为以往修士动用此宝时 都盼着一级毙命 反倒效果不张 到了圆成天手中 却用来击打对方法宝 也是姑且一世罢了 哪知却是大有收获 这欲境虽可射出实觉子光 可本身并不算如何坚固 遇到这杜杰全真 又如何能保 如此一来 六名百族修士的法宝 已有一件法宝被圆成天用池字真言钉在空中 一件法宝破损 三件被汉天灵所夺 只剩下池塔修士的那柄短刀罢了 此短刀迅即飞来 却被太一弱水挡住 量此寻常法宝 又怎能破得了天下治愈之物太一弱水 围在水墓上的溜溜乱转罢了 圆成天谋定而后动 此番出手 历史就使局面大变 二名激性修士见此 就算先前心中大不服气 此刻也只能探服不已 这时那只幼麒麟已扑到身前 圆成天身手一揽 这只幼兽钻到圆成天怀中 口中音音叫个不停 就在壁弯中乱蹭 便是铁石心肠 此刻也融化了 这只幼麒麟虽不能言 圆成天瞧见情形 也知道定是那雄奇身死之后 传了些玄成于他 否则这只幼麒麟又怎会是的自己 这神兽间生死如何替换 又是如何传承 圆成天哪里能知晓 为之天地之间奥妙无穷 便是那创世大修 只怕也未必能够完全洞悉 何况是自己 但麒麟又兽必是一对 如今自己只寻了一只 那重担还不能割下 总要想方设法 慢慢寻去 正想将幼麒麟先送进青龙塔中 也方便与诸修动手 却见幼麒麟伸出一只手来 与自己掌心一触 只此一触 圆成天的脑海中立十福出数段符文来 而这符文神庙之极 也不需圆成天领悟钻研 这符文中的妙意就深深刻在心中 好似今年学过的一般 而这符文就是那镇琪的运用之法了 此证明叫麒麟镇 本是麒麟诞生之初 由天地生出八面镇琪随护左右 以保佑麒麟安然长成 天地为麒麟这一对瑞兽而已 故而天地对麒麟的护卫之舟 也超乎寻常 想来除了麒麟之外 也就只有四神方有这般符原了 麒麟镇共有八名镇琪 雄词对有四面 圆成怀中这只又麒麟应为雄琪 若想凑其八面镇琪 唯有寻到幼灵再说 圆成天际的镇琪 心中跃跃欲试 要一试这镇法威能 而他刚才连施法宝妙术 已将六名百足修士金的连连后退 于是向前跨了术步 如履平地一般 就进入道镇法之中 百足诸修刚才虽被圆成天打了各错不及防 可圆成天毕竟是先修之事 一旦斗法持久了 又如何能支撑得住 便使刀君魔静难 也是难以久持的 两名姬氏修士境界虽高 可刚才被压制的辛苦 珍玄心力消耗数倍于对手 因此这六名百足修士若是卷土重来 胜负尚未可知 但元成天一入这镇法之中 百足诸修心中就叫了一声苦 刚才六修围着这镇法斗了半日 也未能攻得进去 如今又添了这许多强力对手 今日怕是讨不得好去了 其他修士也就罢了 见此情形 知道今日难有好结果 倒不如就此退去 可是那布袋修士心痛自家法宝 自肯就此离去 百足修士虽号称多宝 可这口布袋着实不同寻常 又怎能舍得轻易放弃 见这布袋修士伸手在头顶上一拍 一道清光冲出 此修身形就长高了一尺 再一公身挺直 身子变高了一丈 顿时就成了一名二丈高的巨人 此修身上的法袍 哪里经得住身形这般暴涨 早被称臣丝丝条条 而乔这布袋修士 则是面目猙獰 心惊爆跳 只有三分人形 倒有七分凶兽之状 朱修见到布袋修士动用肉身功法 皆大呼道不可 布袋修士双目红光大赦 乔来已有几分疯狂 哪里理会朱修的劝止 大步向前 就冲着袁承天冲来 他每走一步 就击起一波惊天灵压 袁承天伸舟的四面正齐好似被狂风吹动 其面笔直地伸了出去 烈烈作响 袁承天见到布袋修士身上一块块小山状的肌肉 心知这功法非同小可 法则的力量虽然远超蛮力 可如今双方的境界本就相差甚多 这阵法的威能未必就能挤得上布袋修士的授画之术了 袁承天盲将又齐刚受的法觉掐在手中 立定正齐之中将这法觉缓缓放出 四面正齐也就不再随灵压的波动摆动不休 阵中光芒一时大胜 但随着布袋修士步步进前 那正齐腹又摇晃起来 袁承天虽然连诗三道法觉 仍是弹压不住 就见布袋修士一步抢到 伸出巨大的拳头 就像一面正齐抓来 这正齐若是他拔了去 这阵法又如何维持 可此时袁承天已有力不从之感了 原来他刚才连施法宝妙述 瞧起来局面大战优势 可应对手甚多甚强 那真玄和神势的消耗也比往日多了数倍 这也是跨界对敌最大的难处了 好在这座麒麟阵是天寿妙述 就算袁承天安座阵中不动 其阵法一旦被人触及 也会自动生出应对之法 就将见正齐积极一晃 晃出一道道光芸来 这光芸触到布袋修士身上 布袋修士身躯一阵扭动 身上的法袍更是残破了 若非布袋修士这项肉身功法 将身躯修得如铁丝钢 指着道光芸就可将其肉身摧毁 布袋修士身吸一口气 手臂呼得再次长大一圈 这其实已是魔界的法术 是将全身功力聚于一臂 此倍力量之强 只怕以超百岳之力 原成天之道这一拳下来 这阵奇葩是难以支撑了 而这修士强运如此巨利 自身意识受损不小 简单来说 布袋修士用此功法 那是银吃卯粮 饮阵止渴 大为先修之道 如何能不深受其害 原成天不由叹道 争强好胜 却又何苦 手中虽掐定了子罗天雷诀 却不忍心在发出 而是将空中的所自诀与持自诀一收 那口布袋就如断了线的风筝一般 向地面飘落下去 布袋修士正欲发力去拔正齐 忽见那布袋落下 便是一呆 奈何其受化之后 灵徽就有些迟钝 一些竟没明白是怎么回事 巨壁依然顺势极下 将那面正齐握在手中 他的百足同伴急忙喝道 兄弟 速速收了法宝再说 知道布袋修士神事不清 只盼用这法宝二字 将他尽快地惊醒过来 布袋修士灵是终已有一丝清明 可这丝清明却怎能预控地 住这巨壽化之躯 当下已是身心不一 心中知道这阵齐拔不得 可巨手已然开始发力了 袁诚天心忠道 我此次掌图奔袭 一下是保周孝武安全 二来是要护得又齐周全 既然这两个目的已经达到 又何必与他斤斤计较 他刚才被又齐传了阵法 自然之道收阵之法 于是在阵法将法决一收 那面阵齐再无法力加持 被布袋修士不费吹灰之力 就拔了出去 见到此景 除了布袋修士浑浑噩噩之外 其他百族修士 皆是目瞪口呆 朱修心中明白 那阵法若不及时收起 布袋修士强自与阵法相抗 必定是两败俱伤 可原成天与朱修相斗多时 又因身为周氏占之士 那与百族修士是势不两立了 就算趁机诸杀百族诸修 在他人看来 也是理所当然 哪知道原成天还布袋法宝在前 收阵法于后 凡此种种 皆是怕伤了布袋修士罢了 若以布袋修士之举 与原成天的行为相比 岂不是修杀了人 就在布袋修士拔出阵棋的一刹那间 其他五位百族修士同时低下头来 这是因心中羞愧难当 又怎好意思去瞧原成天 布袋修士持棋在手 目光又瞧见空中飘落的心爱法宝 忙伸手夺过去 死死地握在手中 那心中也就渐渐明白过来 原成天收了三棋 也不说话 只是瞧着布袋修士 微笑不语 布袋修士身上一阵乱想 授画之术终于是收了 很快还原成刚才模样 只是身上的盗袍 却是不忍足堵了 身边一位同伴盲取了剑法袍 替布袋修士披上 也不说话 只是目光在布袋修士 手中的阵棋一扫 便是这时 金欧斗手执出 刚才夺的三剑法宝来 笑道 诸位道友 还请收了各自法宝 那三剑法宝既在空中 在那嗡嗡作响 可百族修士怎好意思去取 只管齐刷刷地瞧着布袋修士 布袋修士神志见明 缓缓叹了口气 道 这位道友 在下修行数百年 以往听到乙的福人四字 只当笑谈 哪知道今日一睹道友大德 才知道 才知道 将手中振齐慢慢寄到空中 第1073章 是生是死两半黄 原成天将振齐收了 另三名百族修士 这才长输了一口气 将自己的法宝也收了回去 正想转身 忽听身后传来切齿之声 诸位道友 当真想这么走了吗 百族诸修回头瞧去 那说话之人正是周孝武 诸修不由面色惨然 此事若想就此罢了 只怕是痴人说梦了 周孝武面色苍白 森然道 我周世代只是固然为大的知修 就算力压诸位道友 也不肯是强为胜 平白夺你等的法宝 伤损你等的修为 只可惜在下好友 却死在诸修手中 这笔账该怎样算来 待只是刚才给了你等一个公道 你等也需还我一个公道 出到这里时 那池塔修士面上汗水夹然而下 看来那周孝章的死病 是与他有关了 出来修士兼夺宝杀人 虽说有为好天仙修戒道义 可又有几人在义过 是以这好天仙修戒也如凡戒一般 仍是弱肉强食 在好天戒中 真正严守仙修道义者 唯有苏基元阳等四族 以及禅修罢了 这也是因四族与实力强横 等贤修士也不敢去招惹 而四族修士的一举一动 皆被好天诛修乔在眼中 自是不敢轻动杀伐 以免多了四族的名声 而禅修之事 又是最不肯惹事的 又不与诸修夺宝逐利 平日自然是冲突甚少 除此之外 虽亦有不少大的知修 行事慈悲有序 可也是屈指可恕 怎成气候 因此百族修士先前诛杀了周孝章 也浑然没放在心上 若非周孝武提醒 哪里能记得这装饰 而若换了钢材 就算抬手将周孝武杀了 也是为不足道之事 怎奈偏偏有个原成天插手 这件事就变得唯妙起来 既有缘成天师的在先 百族修士便隐隐觉得 今日若是不尊先修道义 仍是像以往那般是强为胜 心里就别扭万分 说来这大的知识 平时理应不曾预见 谁也没将其放在心中 如今遇上了 就发现那德性的力量毫不强大 若是执意去围绕了 心中怎会自在 由此看来 书那人生最近道体 倒也不是妄言 以六名百族修士的行径桥来 人生本就心存善念 只因世间蒙昧 将这善念演住了 自家也就浑然不觉 如今忽被催发 又怎可忽略 不待修士受惠最多 心中便存到 今日之事确实为难 若是将石塔修士交出去 来个以命抵命 百族诸修自是万万不肯 可若是翻脸无情 再来一场斗法 又着实做不出来 百族诸修心中想了半日 也想不出有何妙策 应付今日之事 正在心中盘衡之际 石塔修士长叹道 罢了 大不了我还他一命便是 这话说将出来 不光是周孝武 以及二姬吃了一惊 就连石塔修士的五位同伴 也是惊叹不已 存到 今日怎就落到这不田地 二姬毕竟境界最高 深思之下 心中已有几分明白 心道 今日这六修士被袁道友的行动震住了 也不好耍赖逞强 嘿嘿 我倒要瞧瞧 袁承天又如何处置此事 难不成真的以命抵命 瞧他刚才连对手的修为都不肯损伤 又如何肯取人性命 可若不杀了这尺塔修士 又该如何向周孝武交代 初十二姬心中上存一丝心灾了或这一 这是因为一直都是将袁承天视为对手 可想到坚身处 也替袁承天为难起来 只因此着实不知该如何处理 袁承天见诸修的目光都瞧在自己身上 心中不免一叹 只因自己此刻说话可轻忽不得 而目前这种微妙的局面下 自己一句话 说不定就断送了一条性命 好在他对此事心中已有成算 便缓缓道 俗语常说人命观天 一来是说人命一事 比天还大 世间诸多纷争 皆因人命而起 是以任何事都大不过人命去 一名激信修士点头到此言善事 原成天道 二来 既然人知性命贵重无比 谁又能擅自夺了去 故而唯有天地方有此权罢了 只可惜天何言哉 地何言哉 若是天地不言 又该如何定夺 那激信修士先前也没想到这一点 文言也是倒吸一口冷气 道这么说来 此事着实是难了 原成天素荣道 世间法度 故由天定 可其中细则 却是世人怀敬畏天地之心 依世俗人情而拟 书来亦在人为 因此这未道有既然伤人性命 那便要有个说法了 至于谁来全来道出这个说法 道也有些讲究 朱修文听此言 皆是肃然起敬 心中道 昔日谁会去想这个事体 可如今听来 却是自自有理 果然人命不可轻诸 可若是触犯了这个法度 却该由谁来定夺生死 原成天目光如电 一扫朱修神色 再次缓缓道 这世间缘有报仇二字 以在下想来 或是那先贤大的寸夺天地之心 定出了这条法则 想来既有这此种说法 那么世人若替亲友报仇 诸位应该是无话可说了 齿塔修士叹道 道有之言善事 那周孝武既然是周孝章的亲友 若是由他来替周孝章报仇 倒也最合适不过了 教武道有 只管来 原成天陈生道 道有心中已决 齿塔修士道 若是依我往日脾气 各把条性命怎会在意 可今日被大修触动心肠 顿物已飞 便觉得自家的性命故事要紧 可天地间的法度 却更是唯傲不得 我心已决 但请道有取见来诸 原成天缓缓点头 转向周孝武道 人兄 这位百足道友 既然杀了孝武 论理当诸 而此间也唯有人凶 可替孝章道友报仇 此人这条性命 如今便在你手 若他食言而肥 在下定然不会袖手 少不得要替你行个公道 周孝武刚才虽然说出来 替周孝章报仇 那也只是心中义愤罢了 哪只诸修被原成天正气所夺 一时间触动心肠 使他修士真的肯挺身而出 深井救路 因此见到 齿塔修士闭目而立 反倒心中慌忙起来 一时间手足勿措 齿塔修士哈哈大笑道 孝武道友 难不成不想替你家兄弟报仇 我便站在这里 若是稍动一动 就是天诛地孽 出道最后 则收了笑容 神情庄重之极 原成天便将手的无风之剑 递到周孝武手中 却是一言不发 只因他知道周孝武此刻心情动荡 罪亦被人言于所有 若是他人替他定了主意 那就不是周孝武的本意了 而原成天虽认为天地或将诸沙尺塔修士之权交于周孝武手中 可真正的主意 仍是由天地定夺 而天地究竟何意 其实就是周孝武的本心了 这其中的傲儒之杵 亦难对人分说明白 周孝武持着无风在手 手腕呼地抖动起来 他先前想到周孝章之死 自是义愤填膺 恨不得将尺塔修士诛之而后快 可如今尺塔修士真的引颈救路了 却又反倒迟疑起来 只因人之性命 尾时事观重大 人在义愤之时 不然可以不计后果 可真正起义杀人 却又何其之难 周孝池剑在手 一步步走向尺塔修士 朱修剑他面部神色变化无常 心中也是暗叹不已 明白周孝武此刻定是天人交战 无论做出怎样的决定 都是极不容易了 尺塔修士副手而立 果然是纹丝不动 若说他心中惶恐 其实乔来倒也从容 若说他毫无巨异 可又何必将双目臂的紧紧 周孝武难难道 孝张 你与我同修仙道 共计三百余年 至今思来 这三百年每件事 都牢牢地记在心中 怎有一日忘怀 李仙基虽略强于我 只可惜性子略显软弱了 修行起来 也常有为难之意 或许正因此故 今日你才会走在我的面前 书到这里 长叹一声 泪水就流江下来 尺塔修士叹道 三百年交情 也的确有资格替他报仇了 周孝武并不理会 又低声道 此次偶的灵兽 又听到族中 新来了为大的知修主持大局 你我都好不欢喜 只盼能将这灵兽 安然送回族中 你我也好悠在灵下 同修仙修妙道 哪知道你却应执意护着我 遂遭他人毒手 尺塔修士黑黑笑了一声 富佑常看起来 当初的情景 就如周孝武说的那般 周孝张维护周孝武 以一人之力挡住了六修 只盼能让周孝武有机会逃回族中 只可惜却是躺避挡车 纵是牺牲了一条性命 也换不来周孝武的一丝生机 周孝武将无封剑 缓缓缓送到尺塔修士心口 咬牙道 道友 你我往日无怨 却应贪图我怀中灵兽 执意杀了我孝张兄弟 此刻我若要杀你 岂不是天道回宣 因果注定 你可曾后悔吗 尺塔修士微微一笑道 若说后悔 也是后悔 若说不悔 也是无悔 周孝武道 此话如何说 尺塔修士教道 若知你杀个人也这般犹犹犹豫豫 我刚才何必答应了成天大修 此事着实后悔 至于杀了孝张道友 既然已经坐下 又怎会后悔 周孝武叫道 可恼 无风剑振臂而出 直奔尺塔修士而去 第1074章此番因果中虚报 尺塔修士知道今日难以幸免 饶他心中早有准备 又是急到之休 心境波动之下 脸上肌肉意识牵动不已 双目臂得更紧 神情又是绝望 又是痛苦 而周孝武的心中也未必好受 他昔日或许亦曾开过杀戒 可那时杀人 手起剑落 何曾想过许多 只图心中一块罢了 而以强凌弱 说不定亦有说不出的快感 然而此刻先长痛施好友之悲 又目睹尺塔修士绝望之色 再想到刚才圆成天的话来 心境中又怎能不大起波澜 那无风虽利 去世却慢 剑身更是战斗不停 眼瞧着剑锋已逼至 尺塔修士的咽喉 却呼得垂落下去 就听周孝武叫道 只是 我今日终是下不去手了 想到孝张之仇难报 可杀人却又如此之难 周孝武心里痛苦之极 泪水止不住落了下来 便听魔镜难道 杀人时心中之痛 的确是苦不堪言 你此刻纵有心结 日后未必后悔 可若你真的杀了人 那便是后悔也是无用了 周孝武文言抬头道 这么说来 那是奸恶人 皆不可杀了 魔镜难目光茫然 缓缓摇头道 此事你来问我 我也说不明白 或许那大奸大恶之人 是人皆约杀之而后快者 或许可杀 可若是可杀可不杀者 的确不如不杀了 周孝武常叹道 若一人犯了该死之罪 难不成也不能杀 魔镜难道 你又怎知那人犯了该死之罪 周孝武不由一争 心中道 此言即逝了 那凡戒之中 听说道是有律法的 是死是罚 导也能论个明白 但亦需有私评判 可在先修戒中 谁又能管得着 是已是观生死 就不可不慎了 周孝武想明白此劫之后 老也没纳纠结了 他将无封建功 恭敬敬交予袁成天 袁成天愕然道 孝张之仇 难不成就此罢了 周孝武道 我此刻纵然是杀了他 也是仗直视之力 心中亦是不安 他日狭路相逢 或者另有一番因果 袁成天微笑道 你果然想得明白了 要知道周孝武 今日虽有机会杀了尺塔修士 可也是因为尺塔修士 按于大事 不得不从 百族修士心中未必是福气的 而周孝武仗着袁成天的威压 这个仇报的也是别别扭扭 道不如占存此仇 他日有缘 再来了此恩怨 袁成天转过身来 向二位激性修士缓缓一一道 即是元首之仪 周氏上下牢记在心 还请两位道友上父春山师祖 带我料理完周氏祖物 并当前来投校 甘为驱使 二姬一宫恭敬敬与元成天回了礼 元成天也不理会百足修士 吸了周孝武与刀军魔静南扬长而去 周孝武在此次斗法中 意识受创不小 等元成天与他离了周修 行不多远 周孝武便支撑不住了 元成天忙令金偶吸了青龙塔前行 自己将周孝武带进塔中 细细替其枕置 这时塔中的玄宴已将那三转补天金丹的准备工作办妥 专后元成天动炼丹了 元成天先将一粒丹药 替周孝武保真续玄 但若想令其完全度过难关 亦需这三转补天金丹不可 此丹既有补天二字 元是专制修士一应虚弱之症 只要元魂不失 那肉身犹在 此丹定可力挽狂澜 若是元成天能炼成六转补天金丹 那就更加了得 六转补天金丹便是活死人肉白骨 亦是寻常之事 至于九转补天金丹 则非元成天此刻修为所能炼制了 任何丹药 但凡有了九转二字 其功效便具逆天之能 或以示远超丹药之力了 当可与天才必保相提并论了 以元成天妙手 那周孝武服了丹药之后 体内灵脉分乱崩溃之状 以可战止 等到三转补天金丹大成 并可恢复旧日气象 元成天便令刀军与魔镜男替周孝武护法 自己则与玄艳进了塔中丹房 着手炼制金丹 其实这三转金丹的炼制之法 玄艳也算是大体掌握 元成天只需在旁体点一二 想来也不会大错 便让金偶吸着青龙塔缓缓行去 毕竟就算是回到周氏府宅 若无金丹也不济世 倒不如其途中炼成了金丹再回去不迟 而趁此时机 元成天亦可稍抽于霞 对近日所得做个简单的整理 说来元成天此次在周氏族中 以所得的醒魂诀与乱心诀最为要紧 只可惜醒魂诀博大今生 纵然悟出六七成 其后再想有点逼进步 亦是千难万难 倒不如先将那周氏金服中的空字诀细细参悟了再说 于是就趁着炼丹之余 利用点滴时间 加紧参悟此诀 这也就是元成天罢了 若是换了另外一人 这般一心二用 只怕反倒是两者皆误了 但元成天心静之强 已非寻常修饰可比 又兼修成了无界真言中的心自觉 心力强大无匹 随时都可入定静心 更妙的是 自他悟出七成醒魂诀后 就发现体内的别出仙苗易受影响 这根仙苗似乎又略见茁壮 若是用内饰之术猛的一瞧 与其他五根仙苗又有多大区别 元成天本以为唯有这个别出仙苗受醒魂诀的影响 可惜惜一瞧才发现 原来他原有的五根仙苗 其实意在悄然增长了 看来醒魂诀对修士的仙基催发之功 果然是惊世骇俗 周氏就算现在势力单薄 可只要能将此数发扬光大 日后足中高手辈出 向来也非难事 对此刻的元成天来说 现机增加的影响上难短时间见到功效 可别出仙苗的成长 则是好处极多 元成天早就明白 这跟别出仙苗与自己的神世息息相关 如今仙苗长大 自己的神世自然也强大了许多 神世与修士的灵慧 本就是密不可分 元成天在醒魂诀上的好处 又对他领悟空自觉大有疲异 之所以有这样的良性回宣 自然是因为元成天的修行之法 向来是井然有序 绝不会有片刻的急躁冒进 修行正法的好处 在初时是瞧不出来了 可到了元成天这个境界 那好处就变得显而易见了 说来这次空自觉甚难名物 只因当初周氏先祖将此字真言封进金服中时 亦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那金服有了这次真言 固然是威能强大 可若想单独参悟出这次真言的奥妙 时无蛛丝马迹可循 也就是元成天玄成无双 又着实是当今无界真言第一大行家 方才能寻出一点头绪来 他很快发现金服所用 其实只是空自觉的小半微能罢了 这也说明周氏老祖修行此觉时 并没有完全融会贯通 或者是当初得到此觉时 这空自觉就已经是残破了 当初元成天之所以靠着轻轻一贴 就能学会无界真言 那是因为他人动用无界真言时 已将无界真言的符文完全掌握发挥 元成天以慧眼瞧去 自然是如掌上观文一般 可此次真言 却是缺失大半 又怎能轻易学得慧 因此元成天需要动用自己的无界真言传承 去慢慢补全这次真言的诸般运用符文 这其实已算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了 不过元成天深知 经过这番参悟 对自己日后修行无界真言 是有绝大好处 正如他的虚恋之法 可以无终生有一般 若此次能明悟空自真言 就相当于掌握了无界真言中的虚恋之法 日后再遇到空自觉这样残缺不堪的情形 自己就可举一反三 凭空推敲出缺师符文 这样的水魔功夫对元成天来说已是习以为常 在常人瞧来 这样的参悟修行 实在是世间最枯燥不过的事情了 却不知随着每一字原文被一点点推敲出来 元成天心中的喜悦也绝非任何事物可以形容 那修行的妙处也唯有身受者可以体会了 到了补天经丹一转之时 元成天以物与空自觉有关的百字原文 这时那空自觉在元成天心中 就好像一头巨像 虽然摸出了一只 却不知其他三只何在 亦不知其头尾如何 唯一可知的是 这百字原文对空自觉来说 也就是一成罢了 到了补天经丹二转之时 元成天推敲符文的速度就加快了许多 由百字而成为四百余字 这时元成天就好比将空自觉 这头大象摸到了首尾四只 知其长亿知其高 唯不知其有何特异之处罢了 可参悟空自觉到了这般地步 其实已势如破竹 那竹子虽只剖了一半 可余下竹节定然是随刀而破 又怎会再有他遗 这日经偶传来音讯 原来离周府不足千里了 而此刻三转补天经丹 也到了紧要关头 此次练丹 悬验可占八分功劳 这便是说 经此之后 悬验或可独自运用虚练之法 练至三转经丹了 这亦是元成天的意外之喜 既然经丹将成 元成天也只好占将空自觉的收尾工作 放在一边 专心练至此丹来 便在这时 台湾有修饰到 只是 总算把你判回来了 前日杨氏修氏传来首书一封 朱修不敢自尊 特请直视定国 元成天听到杨氏二字 心中就是一阵 那边刀君已是欢容失色了 第1075章 世间七 请谁堪破 刀君本就是凤凡 借杨氏所突送 还好天杨氏 离该凤凡 不仅如此 就连定天顶 若是夜市前来讨要 也该还给人家才是 只不过自己与夜市有仇无恩 便要归还 也不知从何处下手罢了 虽知刀君总有一日会离开自己 可今日诈闻此讯 元成天心中仍是痛不可当 此刻心情 或与嫁女有几分相似了 但女儿去了夫家 日常问讯却也是少不得的 平日里也是好思见的 但刀君若去 日后怎有音讯传来 岂不是宛若割肉一般 元成天自以为心境强大无双 哪怕是遇着生死大事 亦能以平常心度之 纵有动荡 也只是一瞬间事罢了 哪只刀君此去 却非常情 这对他的心境 竟是一个极大的讨厌 原来世间七情 最难过的这关 便是舍不得 放不下了 信息手中正忙于炼止精丹 便借着炼丹之事 暂可将此事不淫于怀 更借机收敛心神 将百倍精神急于丹火之上 只因稍有他故 那心中就是痛不可当 全燕也听到塔外撰来的讯息 他虽是修行有成 可他于世人的七情六欲 也只是略知一二罢了 纵因刀君之趣而略有伤改 又怎能体会到元成天的切心之痛 这时他见元成天正要分割九宫 这是要对丹才用火了 此为炼至三转经丹最重要的步骤 全燕跃跃欲试 忍不住道 主人 不妨让我一试 打之元成天理也不理 手中掐了法诀 就要逼出真玄之火来 全燕又道 主人 这用火之法 玄燕也明白了七八成 只欠亲自誓焰一番罢了 若是此次成功 下次也就不用主人在旁指点 岂不是大庙 元成天目光向玄燕转来 一道强大灵压也随之而起 玄燕吓得连连后退 瞧见元成天目中几欲喷出火来 更是惊慌 便在这时 心中呼得生出一股无限哀伤之意 原来元成天虽是强压心境 可心中之痛只是被压制罢了 又怎能如谋修那般修得七情皆无 全燕是元成天是灵 等闲时自然无法感知元成天心境 此刻全燕得已感知 说明这哀伤之情元成天也是压制不得了 也终于明白过来 原来主人只是想借这恋丹一情罢了 自己偏偏在这时惩能 岂不是自讨没趣 全燕感受元成天这心境变化滋味 觉得又是苦涩难当 又是痛彻心肠 与以往体会大为不同 自己有时司机自身来历渺茫难知 亦会心中怅然 可那般滋味 又如何能与主人此时情绪相比 要知道世间之事 若是无所谓的 则无所谓失 玄焰虽有身世之悲 总应不曾真正体会天伦之乐 无得无失 倒也罢了 却哪像元成天这般 多年来倾注心血无数 忽然分离 便是修至太上忘情 只怕也是难以克当 而元成天与刀钧之情 名为平等相处 时有妇女师徒之情 这两般情愫 任一向就算比不得妇女人伦 两向合在一处 怕也是可以相比了 抬眼望去 元成天双目通红 每次运悬生活 都是倾尽全力 那空中单才 就好似与他有深仇大恨 恨不得焚而化之 全焰初时觉得这情绪惊心动魄 颇为不安 其后才慢慢觉得 那潜在深处的悲哀痛苦 其实与天地慈悲并无二致 人类喜欢聚而恨别离 是英明白人是短暂 欢聚甚少 而离别时多 对凡人来说 一朝分别 再见时说不定已是白法苍苍 或便是永绝了 而修事虽比凡人受限为常 总归是由凡人修来 与凡人的性情一般无二 对这离别之苦 先修之事虽可以强大心法忘怀 却不敢向摩修那般诸之灭之 只因若灭此情 那修事就与牧师无异 又怎能体会天地慈悲之心 若不知天地慈悲 又怎能修得天道 故而圆成天心中痛楚 在摩修乔来可为一笑 却不知此情最敬天道 摩修中不能替先修而主控天下 便是此理了 而先庭之中 先修之事虽少 可十二神直接为人足 从表面上乔来 是那创世大修偏心 其实却是理所当然 世间之事 终不可以强力为之 不体会天道人情 又谈何代之天地法则 此大神寿或应与创世大修 最亲近不过 又是早晚聆训 或许明白此中道理 可其他诸情诸寿 以及魔修鬼修 只怕就很难体会 创世大修心中深意了 世间纷争因之而起 说来亦是无可奈何 一日之后 三转补天经丹 终于大功告成 却见袁成天 已是疲倦之极 而上汗流如注 袁成天就算出道好天 修为尚浅之时 炼至三转经丹 也不曾有今日疲态 而玄艳则隐隐明白 袁成天之所以如此 唯应刀君一事 心力交瘁罢了 又与丹道有何关系 玄艳难得的闭口无言 将空中丹药一一收了 也不说话 就陪着袁成天静坐 他向无心机 更不知如何安慰 唯有长伴主人静坐 以表其心 也不知过了多久 袁成天额上汗水已干 他转过头来 朝着玄艳唯唯一笑 玄艳瞧见袁成天脸上 中占笑容 知道他总算是度过了 这道心结 心中也替他欢喜 想要饶舌耍平 却是一个字也说不出 也只好一笑罢了 就将手中武力丹药默默地送了过去 袁成天接过丹药 站起身来就离了丹房 只见那刀君立在丹房外 见到袁成天出来时 神情就是一喜 呼得想到二人离别在即 那嘴角就是一瞥 说不出的委屈 刀君虽然历经七戒 毕竟修不出肉身来 于仁是七情的滋味 也与玄艳依稀仿佛 为略知喜怒悲欢罢了 但刀君日后若想真正大成 成为当之无愧的 好天三甲之宝 这道七情之官 却仍是要过的 因此今番离别 对袁成天来说 获足伤感 可对刀君而言 则是难得的历练 袁成天也正因此故 方能稍易悲情 就好似那世间凡人 虽知女儿远嫁了 骨肉就此分离 日后难得一见 可想到女儿有了个好归宿 也可大为仇怀 刀君道 大修 我终是要去了 说到这里 心中也不知是什么滋味 只知道这样的滋味 日后不要再经历才好 袁成天笑道 你富归阳世 那是你的正果 陪着我东游西荡 总不是个局 他此刻还能笑得出来 不仅让身后的悬崖暗暗称奇 就连袁成天自己 也是意想不到 刀君却狠狠地摇了摇头道 大修 你这话可是错了 我在阳世那里 也不见得有什么好处 只因阳世带我 也只是视为一件法宝罢了 可在大修这里 也不知怎的 就觉得好生欢喜 说到这欢喜二字时 昔日经历一一浮现脑海之中 无论是平日与裂风悬艳斗口 还是与袁成天并肩上阵斗法 点点滴滴 那是一件也不能忘的 若说这些事情中 哪几件事值得一说的 一时尖导也说不出来 可这桩桩剑剑合在一处 就让心中活泛起来 便觉得只有这般 才是自己喜欢的 袁成天本以为 刀君纵然不忍离自己而去 那也只是与自己相处惯了 哪知道刀君却说出这番话来 心中又是欢喜 又是心痛 只因刀君既知悲欢离合 那么离其大成之境 已不愿以 自己一番悉心培养中的回报 又怎能不喜 然而正因知道 刀君心生悲喜之情 自己岂不是更加难过了 心知刀君毕竟是天地之灵 生性直傲 若是他直傲太过 不肯离开自己了 那对杨氏又该如何交代 于是语气上就冷了三分 道 此处终非你久离之地 我当日答应了凡间杨氏 又怎能反悔 否则我袁成天又将置身何地 就将腰间刀翘一拍 道 自今日起 你便待在翘中 没有我的法指 绝不可出来 刀君惊讶地道 大修 你就这么盼着我去吗 袁成天淡淡地道 受人之托 终人之事 既是遇见了好天阳事 自然依莫行事 何言其他 此言一出 悬宴与袁成天心神相通 自然明白袁成天 此刻心情何其痛苦 强忍着说出这番话来 也是想断了刀君的念想罢了 可摩靖南曾被袁成天训斥过 不敢再探袁成天心意 又怎知袁成天的本心 反而拍手道 主人 有我在此 刀君走也罢 留也罢 刀也没什么要紧 刀君能办到的事 我自然也能办到的 袁成天道 这刀也说的是 刀君缓缓点头 道 靖南说得不错 有了靖南在此 刀君的确是用不着了 他刚才脸上的神情 是炸喜略悲 此刻则是神色木然了 他瞧了瞧袁成天腰间的刀鞘 神情人无变化 只是缓缓向前跨了一步 以刀君之能 便是隔了千里万里 若想入这刀鞘 也只是纵身一跃便罢 又何必一步过去 可见入这刀鞘 大为刀君的本愿 奈何元成天话语无情 又下了法指 刀君虽非他的是灵 可平时也听惯了法指 怎敢不遵 眼瞧着刀鞘只有半步了 又如何再行 刀君无可奈何 口中道大修 我去了 纵身跃进窍中 就在刀君入窍的刹那间 元成天那忍了许久的一滴眼泪 终于缓缓流了下来 第1076章传道寿也千秋是 元成天出塔之后 将金偶收回 自有周氏修氏迎后 缓缓引进府宅 周氏诸修早就聚于一堂 见到元成天 又喜又忧 原来周孝章被杀之事 早先已传回府中 辞职为忧 但周孝武终被救回 施为一喜 元成天坐定之后 有周孝文周孝武陪侍两边 黑蝉虽为足寿 因病无职私在身 故而只能刀陪未坐 有修氏上前脚趾 脚上各式单才 只是元成天金丹已成 此时却用不着了 元成天先将一粒金丹请出 就托黑蝉捧了 去送给周老祖 并嘱咐黑蝉就在老祖身边护法 再另取经丹一粒 交与周孝武服用 周孝武接丹大喜 也不着急服下 仍在听中事后 他知道元成天在周氏这里 毕竟是待不住了 此件事了 仍是要去基氏那里报到的 临行之际 并有许多吩咐 而如今周氏除了老祖之后 便是他境界最高 周氏一应足物 自己总要承担下来 元成天便道 我大周如今虽是是为 但仙祖传下来的玄妙心法 却是非同小可 尤其是醒魂诀一术 实为本族立身之本 只恨周氏诸多仙祖去的匆忙 于醒魂诀诸多精妙之处 也未及流传下来 此时为本族致憾 周孝武一叹道 醒魂诀好是好 只是过于高深 我等只怕是无缘了 元成天唯唯一笑 道 好在成天奉老祖之命 近日来苦心钻研 便也略有所得 成天不敢自尊 这就传于诸修 向来诸修情学苦练之下 日后必有收获 不想此言一出 周氏诸修其皆变色 周孝文与周孝武 更是面面相续 好半天也说不出话来 元成天见诸修神情有意 不由问道 敢问诸修 难不成成天此意大有不妥 周孝武勉强孝道 只是出掌足物 又怎能周全 只是醒魂诀一数 唯有太虚忠诚 尽境界者方能修行 我等怎敢有此奢望 且族归向来有言 醒魂诀与乱心诀同为 本族至高秘书 老祖之外 除非是有那大的之修 替本族立下极大功劳者 方可修行的 元成天点了点头道 本族是为若此 若是在自服守族 岂能与好天诸族争锋 在下这就请示老祖 或可占之此条禁令 凡我族中弟子 只要忠诚不二 灵慧天成者 皆可修行二绝 周孝文道 这禁令当时立的 有当时的道理 此刻解禁了 也自是大有好处 奈何那醒魂诀的是高深 我等着实是修行不得的 是以便是废了这禁令 怕也是无用 他这样说 已是客气的了 若这执事之位是另一位 周氏弟子 也不知会说出怎样的话来 元成天孝道 孝文 你有所不知 那醒魂诀若想大成 就算不是非太虚 忠诚境界不可 起码也需达成太虚出修 但成天戏言之后发现 此觉中的违言大义 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若是配合周氏心法修行 对修士的先机时 有潜移默化之效 成天不才 整理出一套醒魂初心绝来 只需悬修以上境界者 皆可从中获益 至于能得到多大的好处 观看这名弟子的福源灵慧了 这句话好似一个晴天霹雳 震得在座诸修心中大震 周孝文和周孝文更是又惊又喜 其声道 国有此事 说来元成天此法若成 那的确是周氏先祖一个极大的命运转折了 修士修行先修之道 自是机缘不同 日后成就自然也大不相同 可修士先修基础中的基础 自非先进莫属 若是元成天的醒魂初心绝 的确能提高修士先进 哪怕只是一丝半点 日积月累之下 也是非同小可 若与其他先祖弟子相比 初修之时 或许相差无几 可数十年之后 必定是大相径庭了 是以周氏诸修如何不喜 但醒魂诀这种逆天之术 自该坚深无比才是 是以元成天的醒魂初心绝有何效用 着实令人怀疑 元成天唯唯一笑 就将这几日推敲出的醒魂初心绝 一字字念将出来 这口中念出的符文 就在空中显出字机来 排列的整整齐齐 诸修无论处在何种角度 皆能瞧得明明白白 自周孝无以下的周氏弟子 齐齐仰首 去瞧那空中符文 元成天一边念出符文 一边戏瞧朱修反应 若有弟子能误出符文玄机 其面上并有反应 这也可验证自己所致的醒魂初心绝 是否真的有效了 要知道元成天自己 玄成实在太强 在别人瞧来 坚深无比的先修难题 在他瞧来 实是最简单不过了 是以号天界中 也唯有他有这个能力 将那醒魂绝化繁为简 推陈初心 但他又担心 自己在创制这套醒魂初心绝时 或有那极高深的道理 自己又不曾在意的 而诸修建了 自然是无从明误了 这醒魂初心绝洋洋洒洒 竟有千言 在元成天中宋法绝时 满堂修士 皆是不发一言 人人神情端肃 或仰手凝视 或低头苦思 然而等到元成天念罢法绝 却无意修面上呈现效益 元成天心中忐忑 难不成自己所致的 醒魂初心绝意识高深无比 诸修无法明目吗 若是如此 则致这醒魂初心绝 也岂非无用 便在这时 忽见一名少年修士 面上绽放一丝笑容来 要知道修士修行 先修妙术时 心中若有体会 自然欢喜不尽 面上的笑意又怎能掩饰得住 元成天见这少年修士 不过是真修境界 不由暗暗称奇 所谓百步之内必有芳草 周氏弟子终有那天才修士 亦不算齐 只是不曾想此修境界如此低违 却能明误初心绝 自是极其了得了 那少年修士一笑之后 就见唐中诸修 导有七八名修士 亦纷纷战现笑容 元成天见到此景 终于暗输了一口气 他创至醒魂初心绝 就是盼着周氏弟子中的低境界者 亦能从中获益 这样才能奋起直追 素晓周氏与浩天诸族的距离 如今心愿总算达成 又怎能不喜 说来也其 那绽放笑容者 其境界却是由低向高 而最后展颜一笑的 则是周孝武了 其实此事倒也不齐 醒魂初心绝中的诸多妙意 对高境界者来说 有许多都是早就名物了 再次见到 自然是视为寻常 唯有名物 那从不曾听闻过的违言大意 先修妙止 才会油然心动罢了 不知过了多久 周孝武忽地叹了口气 道周氏立足不知几万年 亦不知出了多少精彩绝艳之事 但承天大才 时无人及 承天创至此诀 我周是弟子 千百事获益无穷 周是若有忠心之日 承天时为首功之臣 言霸整了整衣衫 就缓缓败了下去 瞧其神情欲言 已是激动的不能自己了 原承天慌忙道 孝武 你修为为父 心境尚在动摇 不可望动心波 周孝武垂泪道 若不能一泻成天后的 孝武心中难安 他这边一拜 其他修士也纷纷整衣行礼 人人皆是激动难易 周氏这些年来 着实受了不少委屈 如今有了这醒魂初心诀 人人都明白 那周氏的出头之日已不远了 最多再过个三五十年 试看那时的好天 又该是谁家之天下 原承天岁令周孝文 当场制成一碑 将这醒魂初心诀 可可于其上供奉在内堂之中 以后周氏弟子 就可随时前来参悟修行 因这醒魂初心诀 虽是脱胎于醒魂诀 却也算是原承天独创 是以时不必知会周老祖 亦不为周氏禁令 原承天呈出那三转补天经丹 以及醒魂诀后 这材料里自家之事 将那代传扬是音讯的修士 换到身边来 细问其情 这修士便将手术一封 给原承天观看 修士日常传训 皆用传训之术 唯有遇到两族有大事交涉 唯表郑重其事 才会以手术相托 原承天见那姓中 无非是一番客套话罢了 一来感谢自己西刀君 飞升好天 二来感谢自己 对刀君的悉心载培 其后便是叛刀君 能速回杨氏 以成全原承天 跨界西刀之一举 杨氏必有众仇云云 原承天此刻心境已赴 他心中纵有万千不舍 亦知熟众熟轻 又怎能再让此事此情摇动心境 便也手术一封 交给那修士 令其诉去杨氏 转交此信 再信中原承天说得明白 自己在周氏这里 也不会待上多久 就于杨氏修士在姬府中相见 如今自己还刀之时 也好有个见证 接下来几日 原承天亦是盲得绝无于侠 首先是要将熊齐的玄承相赠又齐 而传了玄承之后 又拖了玄艳照应 其次是要自己当时在凡界锁着的成天秘籍增山补完 此书在凡界中 主要是针对先修以下修士 到了好天 自然要大家修改 此事就由金欧料理 此刻原承天方感觉到可用之人过少 不由得想起裂锋等诛事来 那裂锋精明强干 他若是在自己身边 这些小事 也不必自己事事轻微了 不知省了多少麻烦 只可惜自己境界太低 而若想虚是反界 那非得太虚大成不可 而若想像苏氏与姬氏那般反界接人 则非得精先境界不可 且需要动在浩大资源 自己又哪里敢想 好在以裂锋的修为境界 非生浩天 也就是这两三年的事情罢了 想来先会之后 就可有缘重逢了 想到这里 心中自事一喜 也算烧剪刀君离去之仇了 这一日黑禅传来讯息 原来周老祖服了金丹之后 果然恢复神速 这就请原承天入内续话 而原承天也正要趁此机会 向周老祖辞行 周祖虽好 终非自己久居之地 第1077章此诸修来的不同 原承天再入地府 到了地府门中 有黑禅接着 引原承天入内拜见周老祖 原承天缓步走近近视 抬头瞧去 周老祖果然是神清气爽 与往日大不相同 知道那三转捕天经丹中 是派上大用了 原承天上前行礼 慌得周老祖连忙换黑蝉道 快快扶起 哪里肯让原承天膝盖落地 原承天仍是单膝点地 行了半礼 这才陪着周老祖坐了 周老祖喜笑颜开 道 承天 你所为之事 我尽数瞧见眼中 我这周是先祖 原先是暮起沉沉 可自从你来到此处 可不是气象一星 更难得你的事 你创至醒魂初心觉 这对本族的好处 着实是一言难尽了 原承天盲道 身为周是弟子 自该略尽棉薄 老祖一味谬赞 承天时不敢当 周老祖叹道 我知你实为大德之修 胸怀天下 周祖哪里能容不下你 那即是几次三番来训催促 我虽是尽力之无过去 可先会大事 怎可耽搁 眼瞧着离先会开场不到一年罢了 我也留不得你 而府族弟子参加先会 实非罕见 亦是我周族莫大的荣耀 如此就更加足不得你了 原承天道 承天为尊老祖法旨而已 周老祖道 习年我周是亦有先贤参加过先会斗法 那先会斗法 与平日里修士思斗大不相同 圣要圣的光明 书要书的磊落 否则就算你侥幸过关 也会被天下人耻笑 又如何再好天立足 原承天公身听讯 连连点头 周老祖又道 先会斗法 自身法宝玄成固然可用 可那灵偶是将士灵 却是不许动用的 我瞧你是从甚多 不免担心你平日里 依仗他们惯了 到了先会之中 难免束手束脚了 此点不可不知 圣承天依依应了 那周老祖又千叮咛万嘱咐 说其苦口婆心意不为过 圣承天深感周老祖后裔 心中大是感动 他来到周是 圣不过是当作一个踏板罢了 借辅足之名 好在先会扬名 打动苏氏老祖 成就于九龙的双修之盟 可经这多日盘缓 他又是向来重情重义的 周是上下对他的静慕依仗 又怎能不让他动心 此刻倒是真的以周是弟子自卫了 周老祖说到最后 将手一拍 非蝉就从怀中取出遗物来 此物献出之际 竟是之中其香阵阵 也不知是何种法宝 而细桥此物 像是一块血纸玉 可遇中其香 若是细细便来 导有一丝血腥之气 更奇的是 此猪一出 脑后红猪就是一栋 周老祖道 此物名叫青云碧血猪 乃是万之先亭灵虫 青云虫碧血所化 实为本祖镇族之宝 故老相传 此猪或与那七灵猪大有关系 只可惜本族也无人修行七灵猪秘术 这件祈宝在族中千万年 也未曾取来一用 我瞧成天脑后 似乎您有一道玄灵之气 莫非是修过七灵猪的 原成天暗探周老祖法眼如电 在太虚修世面前 自己果然是藏不得半点丝的 便道 实不相瞒 我昔年与玄焰谷中 得了万压之血 就此修成一树 导也用得顺手 只因后来修为剑长 此树也就用不着了 其后虽又得了止息丹 这脑后宏光威能强了些 终是跟不上在下的境界 此时为汉室一桩 说罢又取出那件用风漆府中的来的原瓷珠 又道 瓷珠出现之时 在下脑后红珠一声感应 想来与我有缘 这才千方百计换了来 只可惜那七灵珠的修行之法 在下着实不知 这件原瓷珠如何练化 也是摸不着门路了 周老祖笑道 那七灵珠的制法 本有千百万种 你又如何学得过来 他人又如何教你 去之从你修成脑后红珠这一刻起 你那七灵珠的修行之法已然大定了 若欲可修可用之物 自然生出反应来 我先前探你脑后玄灵之气 与我这粒清云碧血珠时有莫大机缘 这才取来赠你 否则本族法宝其物甚多 又怎会专责此珠相赠 原成天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那七灵珠的制法 却是不用教的 难怪当初的经元也不曾提起 自己在悬艳古物打物状 修了那持鸭血珠之后 自身的七灵珠的属性 其实已然注定了 其后吸纳止息珠 亦是顺理成章 想到这里 不由以守加额 笑道 若不是老祖提醒 我还是云里雾里一般 这么说来 日后倒也不必为此事费心了 若是有那用得着的物事 这脑后红珠自然会生感应的 周老祖道 七灵珠的修行之法 大体虽是如此 可其中亦有绝大奥妙的 若是你遇到那可修的物事 就只管修来 一旦修到七种 此七灵珠大成之后 便无法再修了 而事实上 这世间可供你修行的物事 绝不止于七见而已 因此选择何种物事修行 绝不可大意了 原成天此时已越略明白 所谓七灵珠 其实就是七种灵兽灵 情灵虫经邪所化之物罢了 那持鸭血珠如此 止息丹如此 原此珠与青云碧血珠亦是如此 而以天下之大 那生灵经邪所化之物极多 自己的七灵珠虽然定性 却也是有极多的选择的 此事极为重要 若无周老祖这番提醒 又如何能修成 威能强大绝伦的七灵珠来 当下原成天便在这近世之中 将恼后红珠祭出 以盼周老祖能指点一二 其实若论玄成 原成天比周老祖强出甚多了 可以世间之大 其事之多 谁又敢说是无巨细皆无遗漏 起码在七灵珠仪式上 周老祖就胜过原成天一筹 这便是他山之石 可以公寓了 周老祖让原成天 试着将这红珠一转 只见一道红光 从那红珠中射出 顿时急穿石壁 也不知射出多远去 黑蝉桥的指示则舌 道 那万鸭血珠的是杀气冲天 又含了这止息珠的灵气 果然是厉害 只可惜若遇大能之修 还是略觉得差了些 周老祖道 这血珠宏光 若用来扫落先修境界以下修士 以成天此刻修为 或是够了 可若想立刻强敌 就非要再修大能生灵的那单起宝不可 说来这七灵珠以万鸭血珠开始修起 的确是弱了些 好在这止息珠道也颇具妙用 原来这些止息珠有吞噬灵气之能 而法宝法术 皆靠灵气失为 若是灵气被试 又如何克敌 因而此刻原成天的七灵珠时是首强御功 原成天道 既然这血珠之光弓若首强 莫非是要先修这青云碧血珠 周老祖拍手笑道 成天灵会天生 文艺之时 时是先修其才 此言不错 你先前若是先修了原此珠 只怕救毁了这七灵珠了 那青云碧血珠杀伐之气极重 正该先从此珠修起 以使你这血珠弓首平衡 此为先修为妙心法 为达者方之 当下就将这青云碧血珠持在手中 掌中按韵子罗心法 那血珠被一道紫光笼罩之后 其珠中血丝 就慢慢地渗进掌心去 约略过了半个时辰 这块血纸玉一般的起珠 终于完全化成原成天的血脉之中 原成天体内早已是翻江倒海了 也亏得他心境极强 若从他面皮上瞧来 哪里能瞧出一丝征兆 便按韵子罗心法 将那青云碧血珠的 丝丝碧血化进灵脉之中 总需运行十二周天之后 那血珠才能为身体真正拥有 并将绝大威能在脑后血珠中呈现出来 原来这青云虫即是凶猛 是可与那是月虫一较高下的 只是不可能比得过是月虫的 终极境界无所事罢了 唯一可惜的是 青云虫体积甚小 其体内虫血纵有大用 收集起来也颇不容易 周氏祖上竟有万只青云虫 避邪所化之物 可知周氏与仙庭大有渊源 但也正因为青云虫的 秉性凶猛之极 原成天此番恋化 也着实吃了苦头 原来此株虽制成多年 可株中青云虫的灵世不失 要知道以青云虫之性 又怎肯甘于被他人炼化的 那斯斯虫血 就免斯刚针也是 在体内诸多灵脉储冲来撞去 若非原成天修成四重风月之体 此刻定是要大声求饶了 而黑蝉与周老祖见到 原成天面部肌肉抖动不休 一知其所受煎熬 只是二人深知 原成天所受之苦悦重 那血猪的威能也就越强 公横旷修是修行的哪一项法术 又是能轻易地来的 说来这重血化入灵脉 也就是两个时辰罢了 可在原成天心中 却好似百年千年一般 这边体内猪脉痛楚不息 那脑后红猪 呼的就是一动 原成天部有长输了一口气 这青云碧血猪 终于是被成功炼化了 就见那红猪之上 呼的射出一道清白光芒来 此光本来应该是青色才对 只因着实强烈 故而就显出白茫茫的一片来 这清白之光在空中痴痴作响 就冲着周老祖与黑蝉而去 原成天见此情形 不由大叫糟糕 周老祖修为刚刚恢复 但毕竟是太虚之修 也就罢了 以黑蝉之能 只怕未必能抵得住这道清白光芒 奈何此光出城 原成天也不知该如何预控才是 而正在心慌守芒之际 那红猪中又生出一黑一红两道光芒 与那清光会成一楚后 沙石就成为一道紫光 而这紫光之强 怕不是那道清白光芒的十倍八倍 第1078章 且寻经雕为作息 黑蝉大鹤一声 将内丹急速吐出 欲与这紫光抗衡 不想这一举动 雀虎的原成天与周老祖双双变色 以黑蝉修为若与这紫光相处 岂不是以卵及时 双人齐齐动手 各施法宝法爵 要拦在黑蝉的面前 原成天是头一弱水即出 挡在黑蝉面前 而周老祖则是将手一抹 一道法爵斜出 沙石生出一道黄蒙蒙的雾气来 将黑蝉的内丹护在雾气之中 亏得二修同时动手 否则仅靠其中任何一人 只怕都未必能护得黑蝉周全 太一弱水虽是先出 却被周老祖黄色雾气抢了先 二修境界高下就此立判 但周祖的黄色雾气虽强 却仍是敌不住紫光 紫光直直地照了过去 唯有黄雾核心三尺处 不曾被那紫光穿透罢了 因此若只有周老祖一人 就算护得了黑蝉的内丹 也护不住黑蝉的肉身了 那紫光穿过黄雾之后 就出到了太一弱水之上 这紫光再强 也颇不得这天下治愈之物 可是那紫光虽被挡住 却折向而去 将近是一侧的石壁 穿了一道大洞 其洞幽深 也不知有多远多长 黑蝉虽是惊魂不定 却忍不住赞道 这紫光端地威能强大 原成天暗叫惭愧 忙将紫光收了 这光芒出事之下 自然无法欲控 可经这一事之后 其中奥妙玄机 原成天已然凶有成竹 自此收发由心 再也不会做出 这乌龙事件来 周老祖见原成天 这紫光威能强大 只有更加欢喜 日后原成天 若能在先会上大放异彩 岂不是周氏的荣耀 而这仿直点载培之功 也是少不得自己的 于是让原成天先定心神 将玄宫运转十二周天 再来炼化那利元慈珠 慈珠虽是来历不明 可因有不尽五行之能 实为天才之宝 原成天若能善加利用此珠为能 则他脑后这利红珠 不仅将用来珠敌 亦可用来防御五行法宝 对方的五行之宝再厉害 也无法透进这原慈珠的珠光 那么原成天自然就可避此杀身之祸了 以此宝珠光与太一弱水相互补充 原成天即可立于不败之地 只是对手的境界若是过于强大 或是动用法觉真言伤敌 可非若水与珠光可以抵御 好在这世间祈宝 原无一物可能天下无对 原成天自然也不敢奢望 修成了这原慈珠之后 就可纵横天下了 等运功完毕后 再来炼化这原慈之宝 就顺利许多 原来这原慈珠上的灵世残惜 早被佛罗天河中的洗魂泉洗净了 又怎会来为难原成天 好天界中 本有两处可以洗魂 其一就是东途洗魂台 其二就是佛罗洗魂泉了 只是那洗魂泉位在佛罗天河 谁人敢进 而东途洗魂台 则为天下修饰共有之地 导也不拘修饰前往的 原成天一打算见过姬春山后 就抽空往洗魂台一往 也好了结诸多恩怨机缘 一日一夜之后 那原慈珠亦被炼化入体 原成天再是红珠 果然又多了一道黄光 如此原成天炼旧的这粒红珠 就有四道光芒 分别为红 青 黑 黄 其的是 前三道光芒可以名为一束 视为一道紫光 最能伤敌 可这道原慈珠所化黄光 却与前三道光芒格格不入 原成天一时也难以竖解 周老祖沉吟片刻 方道 看来这黄光毕竟是先亭千秦千寿之物 微能强过其他三道光芒甚多 便是三光合体 也强不过这黄光去 除非成天日后再得起宝 增加那紫光微能 方可使这黄光融入其中了 原成天在适用黄光之时 亦感觉到黄光与众不同 是非前三道光芒可比 缓缓点头道 老祖此言甚是 想来这七灵珠若想大成 又谈何容易 如此逆天奇数 自然是极不得的 周老祖笑道 我若有成天之心境 又怎会有今日之恶 言罢叹息不已 只是此言一出 原成天又如何搭话 唯有与黑蝉面面相去罢了 周老祖知道原成天二珠季已练化 自然一刻也不可留在周氏了 好在他服了金丹之后 虽未完全恢复旧日修为 可料理足物已是无法 原成天也将金服交还 那待知识之刃 也正好请辞了 至于领悟金服中无界真言的符文 其实此刻也用不着金服了 不想周老祖却笑道 你虽有要是离了周氏 又怎可偷懒 干脆就立你为本族护法 等你日后再晋级到境界时 就可顺理成章 成为本族长老 原成天荒道 好天仙族中的长老 起码也是太虚之境 成天怎敢厚颜担此大任 周老祖笑道 以你的先机灵慧 太虚境界也不过是数十年 甚至是十余年之事 如今早个十余年又有何妨 原成天知道周老祖一片全权之心 其中还有隐隐担心 他日后不肯替周氏效力 这才以高职尊未相赠 记名周老祖此心 若是再来婉拒 岂不是含了周老祖 以及周氏弟子之心 原成天行事 虽不敢说面面俱道 可对事故人情 却明白罪要紧不过 便将头一点 凯然允末 周老祖大喜 府长笑道 成天既有此末 我周氏日后何忧 他行事向来果决 既无要事吩咐 就传指让黑禅代 以送原成天出府 黑禅景遵法旨 足足将原成天送出五千里去 这才与原成天拱手而别 此去既是洞府 亦是路途漫漫 原成天不想耽搁功夫 想起当日用定天顶 收服的那只万里云金雕来 此情笨素非常 若能寻化为作祭 实为妙是一桩 在白豆不在身边时 导也可聊充其直 那只万里云金雕 自备收进定天顶中后 原成天也就没曾理会过 此刻将此雕放出 将一道神世 探尽此雕灵世之中 此雕只是七级灵情罢了 又如何能抵挡原成天的大能 自然杀石被突破灵世 被原成天牢牢标示了 原成天收了金雕为世将之后 便道 你也不必苦恼 我是因原本的士兽不在身边 故而战见你身躯一用罢了 等日后我那士兽归来 自然任你逍遥 玄艳就笑道 只怕金雕在主人身边待得久了 敢也敢不走了吧 原成天笑道 今日祭出此言 日后怎能反悔 我说他为世将 也是祭他先前主我之仇 此事亦为因果 那是逃不掉的 说得玄艳一笑 万里云金雕此刻虽然心有不甘 可临世终以有标示 又如何能挣扎 老老实实地听从原成天的法指 将双翼展开 果然是一去万里 这好天界虽大 也经不过他如此顿数的 也就数日之后 便来到了基氏洞府 在云端中桥去 见那基辅果然是个好所在 此府见在那云深山高之处 府地之广何止万里 与周氏府地相比 相可谓是一天一地了 那基辅的楼宇并没有见在一处 只见群山之中 此处霍鹿飞檐一角 比楚则县高楼一座 这时应基氏弟子 及到境界之上 皆有各自府地 而诸多修士性情不同 有人偏爱热闹 有人独爱静修 因此基氏也就一个人性情 任其则地见府修行 至于先修境界以下弟子 则另有统一的修行之地 倒也无需赘言 原成天离基辅上有千里时 就遥遥传去姓诀 即春山听到原成天已至 盲唤四名即到弟子来迎 以原成天先修中成境界 又是辅足弟子的身份 这样的规格已是超出礼数了 因此原成天见到前方四修 缓缓前来迎接 慌忙必在一旁 连称不改 不想四修之中 却有两位就相识 正是前几日驻站的两位 即到大成之修 二修见到原成天 连忙过来行礼 一来是礼数周全 二来是言谈之间 亦是恭恭敬敬 哪里将原成天视为后辈弟子 分明是平辈相称了 另两位即到之修见此情景 不由暗暗称奇 连于路上偷偷问了 便有一名修士笑道 老弟 你是不知道成天的本事 我便明对你说吧 他日先会斗法 今先一集自是不用说了 既有春山师祖出马 那定是十拿九稳的 而于这集道境界上 成天的胜算 绝对是在本府诸多集道修士之上了 二修虽也听说过原成天的名字 可毕竟不曾亲眼见到 也是半信半疑 但在态度上自然就恭敬了几分 一路倒也合恰 很快就来到群山最深之处 那是基辅的义士之处 山上建有一殿 名叫吉思殿 取吉思广义之义 此殿之名 与诸多先祖所设大有不同 原来基氏老祖生性滑稽 虽是修为极高 胸中大有秋祸 可于族物所示 着实不肯用心 于是干脆设此一殿 让诸多族中职士 护法长老只管畅所欲言 谁的主义高明 便依言行事 入论从善如流 这世间谁也越不过基老祖去 老祖既有这风范 既是诸多弟子自然是有样学样 基春山平日异世 也是一样处理 正因此故 那基氏每次一时之时 都是热闹非凡 与浩天诸多先祖相比 虽少了份尊严气象 却因人人皆可有权出生 所言之事若有疏漏 他人怎能放过 故而基氏每次行事 倒也极少出过差错 原成天刚刚来到殿前 就听到一个洪亮的声音从殿中传出 那周成天虽是老祖亲定名额 我等本也无从智慧了 可今日春山既然要我等意 此事 我也不与春山客气 周成天若想替基氏出战 我及春水第一个不肯 原成天听到周成天三字 先是已恶 又很快明白 这原来是在说他了 第1079章殿中世纪怎能词 原成天听到殿中论及自己 反倒不便善入 可若是装作听而不闻 又未免有些交情 正在为难 基春山声音响起 成天 我及是规矩与众不同 别说是你 便是我及春山 哪次一世 不被骂个狗血淋头 说话间 基春山与一名修士并肩掠出大殿 这修士声的好手苍然 乔来比基春山竟是老了百岁 此老足瞪不邪 身上穿了剑灰仆仆的袍子 分明是凡借老朽 哪里有一丝先修气象 但此老既然能与基春山并肩而行 身份可想而知 且原成天身边四位修士见到此老 都忙不迭地上前拜见 原成天这才相信 此老果然是基氏春自辈的大修了 先修之事若到了先修境界 真可谓是收发自如 若想身炼锋芒 自是小事一桩 而以原成天目前修为 瞧不出这老者的境界 也是不足为奇了 在先修界中 若是瞧见一名修士荣言苍老 大致可断定此修得到甚迟 若非先缘不足 就是先机甚弱 几乎是十拿九稳 但此老相貌如此苍老 为何却能有这偌大成就 则着实令人难测了 原成天忙上前屈膝道 辅足周氏弟子成天 拜见两位长老 记春山怎容他跪拜 忙上前拖住 笑道 成天 你来得正好 春水兄这几日嚷嚷着说 我安排布公 定要见你一面 方知根底 记春水上下打亮了原成天一眼 却不说话 此老的目光也是平平 哪里会给原成天丝毫压力 可原成天禅是强大 早就瞧出此老的与众不同之处来 原来此老身周的气流运转速度 要比寻常修饰略快一些 就好似此老本身尽为一团虚无之物 不而灵气流动不受阻碍 又像此老身上开了无数的孔洞 那灵气自然可穿行自如了 原成天之道 这定是一门极精药的先修神术 修饰全杖灵气修行 那灵气吸纳的越足修为自然越高 这未基春水深周灵气流动速度略快 或可说明此老吸纳灵气的速度 也比寻常修饰略强了 自己的子罗心法号称号天第一大法 奇妙处在于可随时修行 而基春水修行的法术 与子罗心法可谓一曲同工 虽不能说超过子罗心法了 两者之间其实已相差甚为 基春水一边瞧着圆成天 一边默默点头 基春水则是笑盈盈地瞧着他 一脸期待之意 又有几分心灾了祸 看来他是急盼基春水见了圆成天之后 就此改变主意 收回前言 岂不是赏心乐事一桩 果然那基春水脸色渐变 头点得越多 脸色越是难看 虽然说先修之事心境极高 大可喜怒不形于色 可在自家府地 倒也没必要那样试试小心 就听基春水黑黑道 凡界修士 凡界修士 将白眼一翻 转身静止回到殿中 基春山不以为武 拉着圆成天变形 来到大殿之中 圆成天将目光一扫 只见此殿甚为宽阔 就算是万人聚会 也不会有丝毫涌己之感 此刻殿中约有三四十名修士 除了基春山与基春水外 另有经先修士二人 太虚境界修士五人 其与修士皆为吉道之修 诸修或坐或卧 形容举止皆是随意之极 哪里有寻常修士那般的法相庄严 圆成天暗暗称奇 基士果然是上行下校 既然基老祖不拘礼数 就将族中修士 也带得一个个散漫起来 不过基士这些年 在基老祖的带领之下 一日日强大起来 所辖地狱横跨白原南土 这番成就也是有目共睹 既春水入了大殿后 就随意寻一处坐了 左手轻拍身边一根玉柱 以赴若有所思之状 这时殿中其他修士的目光 则是毫不客气地扫将过来 恨不得将圆成天桥各通透 除了那五名太虚修士 生怕伤了圆成天 不敢大放灵压之外 那些个极道之修 其目光可算是肆无忌惮了 圆成天知道自己 以仙修之境抢去仙惠的一个名额 即使诸修只怕个个不服 就算凹不过基老祖与基春山 可心中富匪则是免不了的 经翻要给自己一个下马威 也是在所难免 圆成天道也坦然 以他的四重风月之体 加上仙禅双修之事 于及到大成之修的目光灵压 自然是毫不在意 互见基春水的一根手指 在那根玉柱上轻轻一点 一名独座大殿东北角的修士 便抬起头来 此修身穿白袍 正是五名太虚修士之一 手中捧着一幅画卷 一直在那名神戏桥 此刻将画卷一合 就向圆成天招了招手 含笑道 在下姬秋迟 今日的剑成天道友 心中甚是欢喜 听闻道友浮原无双 手中法宝皆一时之选 更兼是灵众多 不知可有此事 圆成天心中明白 姬秋迟分明是想说 自己能得姬老祖 与姬春山的青睐 靠得不过是法宝是灵罢了 此论虽不能说是强词夺理 却也是略失公平 但别人既然如此想 自己屠富奈何 便将头唯唯一点 道 在下手中法宝倒也略有两件 平常斗法 一失不得是灵相助 姬秋迟一脸恍然大悟之状 不免有几分造作 点头道果然如此 只是我等修士平时与人斗法 自然可用尽手段 但在先会之中 却是法则森严 成天道有不可不知 按理说 原成天初到姬府 就被姬秋迟如此刁难 大为代客之道 但姬氏弟子平时论事 向来都是直言不讳 心中所想 不过是为了姬氏公义 因此就算言辞凌厉了些 其他修士也觉得理所当然 就连姬春山也是神情不变 游在那里微笑倾听 毫无维护原成天之意 原成天心中早有准备 知道今日免不了会是一番考教 而无论是口舌之争 还是教计斗法 那都是躲不过的 而自己的每个举动 皆被那姬春水瞧在眼中 若是稍有差池 自己被人耻笑也就罢了 却连累了姬老祖和姬春山要受人指责 但今日毕竟又不同于寻常争斗 其中方寸 端看自己如何拿捏了 这又算是对自己的另一种考验 于是袁成天缓缓一手 道 晚辈正愁于先会法则模糊难明 还请前辈不令似教才是 继秋迟笑道 好说 好说 先会之中 只可动用法保法诀 除此之外 举凡领偶事将是临阶不可出战 甚至对暗保的使用 也有诸般严格规定 此为紧要之事 还请成天牢记在心 袁成天身诗一礼 道 蒙前辈指点 成天自甘明刻于心 诸修见袁成天举止从容 应答有礼 又见袁成天气度着实不凡 自然就生出几分好感来 但此人修为究竟如何 却须是以事方可知晓 都好奇地瞧着姬秋迟 看看此人究竟会给原成天出了怎样的难题 姬秋迟道 道由此刻是先修中成 而先会照姬在即 别说生至即到初修 哪怕是达至大成之境 也是难了 这便是说 若由成天出战先会 少不得要越境诸敌 但不知成天可知越境诸敌有几大难处 原成天不由已恶 自己自重修以来 几乎每战都是越界朱迪 有时会觉得甚是棘手 有时则是顺风顺水 而每战对手不同 自然也不可类比参详 斗法之妙 不过是随机应变罢了 又哪里去想过越境朱迪有何规章可循 以原成天的经历来看 姬秋迟此番话不过是妙堂之论 奈何对方境界比自己高出一大截来 又是自己的前辈 自己又怎好直言相向 便道成天虽也力战不少 只恨灵慧不足 一直浑浑噩噩 时不知越境朱迪有几大难处 前辈若肯指点 成天感激不尽 季秋迟连连点头道 少不得要教你 你可记住了 那越境朱迪 首要之难 在于承受灵压 原成天心中暗暗点头 口中则道 愿闻其详 季秋迟道 对方境界既然高过你 自然灵压强大 你若是受不得对手的灵压 又如何对敌 可你的境界级比对手弱了 想在灵压下取巧 又谈何容易 因此若没有修成奇妙心法 承受不得对方灵压 则斗法必败无疑 原成天道 前辈此言善事 季秋迟道 老祖与春山长老选你出战 想来自有道理 但成天道有的对手 毕竟是极道之修 而先会之中 各大先族精英尽出 因此你所欲之敌 八九就是极道大成之士了 原成天道 的确如此 既秋迟声音转冷 道 因为在下颇想瞧瞧 成天道有对灵压的承受 究竟有何妙法 原成天心中暗暗吃惊 莫非这名太虚之士 是想亲自上阵一事 自己修为在墙 又如何能承受太虚之士一极 但转念想来 既是弟子在无礼 也绝不可能当着姬春山之面 将自己诛杀于殿上 看来姬秋迟就算想亲自出手 也必有份寸了 话虽如此 可面对太虚之士 原成天又怎能不感到压力如山 但对方话中 句句指向姬劳族与姬春山 自己若是退续半步 那就是削了姬劳族与姬春山的颜面了 当下道 成天能的前辈出手相识 可不是己被修来的福源 但请前辈手下留情 既秋迟哈哈大笑道 留情自然要留情 可少不得要是出你的根底来 手中画卷徐徐展开 那画中呼得永卷起一道黄沙 向原成天滚滚袭来 第1080章画中乾坤谁可控 原成天见这画卷涌出黄沙 心中又惊又怡又喜 存到莫非竟是那件大能之宝 虽知机秋迟必不会害了自己的性命 可当此大能之宝 也不敢有丝毫大意 先将玉自真言护住全身 再以太一弱水记在身前 虽是如此 心中由是胆战心惊 就见那黄沙俊来 触到太一弱水之后 也只是微微一顿 沙中自有百月千山之力 将那片水墓积极向后推去 眨眼之间 这道水墓离原成天的鼻尖不过数寸罢了 而隔着这道水墓 可见黄沙仍在翻滚不休 那黄沙若细事侨去 哪里是寻常沙土 其中引现金青光芒 暗含天地至高法则 但原成天以神是侨去 却是暗暗叹了一口气 神情颇为失望 此宝虽好 终非自己心中所想 原来创世大修为创至五界 先辟混沌 再至乾坤比 瞻欲写金沙至天地五界卷 其后令四神以及千秦千寿 按天地五界卷所会 建成五大界御 那乾坤比因灵气用尽 虽被创世大修所弃 其后流落凡界 被天意宗大修所得 但那天地五界卷却被树之高阁 藏于先庭之中 只因先庭那场易受疫情之变 有神职为压制大能易受疫情 就将这天地五界卷取出 这天地五界卷包罗万有 运天地至高法则 实为五界第一宝物 那场大战 也不知有多少易受疫情 死于天地卷之中 但经此一役 天地五界卷也残破不堪 而混战之中 这等独一无二之宝 竟被扯成五片 其后便是下落不明 圆成天当初奉先庭法旨 去占魁神 临行前青龙担心圆成天 那一事只知苦修丹道 疏于战阵斗法 乃发慈悲心肠 令圆成天入先庭藏宝楼中 任取法宝一剑 以欲强敌 也是圆成天服之心灵 先庭藏宝楼中 不知有多少法宝 偏偏被他瞧中一块残破古卷 青龙见他取了古卷 纵想后悔也是来不及了 便对圆成天道 此宝原为天地五戒卷 实为创世之宝 运极大神通 奈何先庭一役 此宝被扯成五块 先庭之中 围留了一块凡借古卷罢了 而其余四块残卷 便是以四神大能 十二神职神通 竟也无从寻来 此物之珍贵 可想而知了 圆成天喜道 却不知此宝如何使用 青龙恶然道 你连此宝如何使用亦不知晓 却要执意取此宝在首 莫非是天意不成 便道 那天地五戒卷若在手中 自然是有无穷变化 无限神通 你想来 就连那五戒都由此卷而来 天地间除了创世大修 谁能抵挡此宝威能 只是我等的修为必尽的弱了 实难发挥天地五戒卷的万分之亿威能 这才致使古卷残破 遗恨万年 如今你手中的这块残卷 与天地五戒卷原物相比 那已是天差地别了 只是此宝如何动用 当初原卷在时 道还略之一二 如今只有这残卷在首 法则大变 连某意识不知 就将原成天手中残卷可在好天界中 以龙目观之良久 青龙的这对龙目 上官先庭 下官久渊 六戒之物 南逃这对爵士龙精 虽是如此 但因天地五戒卷为创世大修清晦 着实奥妙之极 其中所蕴藏的高深法则 五戒之中亦非完全的见 要知道创世大修无所不知 无所不晓 而再绘制此图了 自然会将胸中秋或尽数发挥 故而此图实为创世大修平生杰作 怎奈依此图去创建诸多大能受情 为之一样化葫芦罢了 哪里能明了创世大修图中深意 如今五戒遥遥欲坠 其因恐怕也是因为 那五戒创建 未能完全依照天地五戒卷所示 自然是先天不足 而青龙当初虽与创世大修苦斗多长 自诩与创世大修只差一筹罢了 如今戏查残卷 方才对创世大修的制道敬佩的五体投体 他对原成天道 此物虽是残破了 若被西下界去 仍算得上是好天第一 奈何此图惊要 某一难亏万一 如今就传你八字龙言 也只能发挥这残卷 威能之意成罢了 比西了此卷 也该日日沿袭 或许有那明物之时 也未可知 说到这里 青龙目放光芒 在那残卷上一扫 就见那残卷中涌出八字龙言来 这是青龙以自身威能 许这残卷一毫之能而已 若无这八字龙言激发 这残卷仍是用不得的 原成天得了八字龙言 就吸了这五戒残卷 下界与魁神斗法 只可惜不等他动用这五戒残卷 非生殿已然尽毁 碎被打落繁界 转世重生 而他在零下界之前 将三剑得一只宝打进体内 那块天地残卷却因太过惹眼 又怎敢轻易动用 故而至今仍留在体内 青龙当时盼他能明目残卷奥妙 可惜原成天此去匆匆 连多瞧一眼的机会都没有 又如何明目 刚才见到姬秋迟动用画卷 祭出黄沙来攻 这与青龙当初用八字 真言激发残卷时的情形 倒也相差无几 这才心中七上八下起来 打之那黄沙虽然亦是玉蟹金沙 与绘制五戒卷中所用之物类似 却因皆是浩天之物 怎能与那先庭的玉蟹金沙相比 自然是差之毫厘 谬以千里 看来姬秋迟所用画卷 是仿天地五戒卷而至的一件虚宝罢了 虽然只是一件虚宝 可原成天与对手境界相差太多 姬秋迟若想用此宝杀了原成天 也只是弹指监视 好在此战姬秋迟只是想一试 原成天的修为罢了 怎会真的杀了他 见那卷中的玉蟹金沙逼得太一 若水退无可退 虽将画卷一顿 黄沙顿时停了下来 原成天的太一弱水 总算是勉强停在原成天的身前 替其挡住黄沙 姬秋迟喝道 不要惶恐 就手中画卷一抛 那画卷之中大发光芒 原成天身不由矣 就被这画卷中的光芒扫进画中去 其实姬秋迟此刻所施之法 与当初青龙八字真言激发残卷时的情形 一无二致 在别人瞧来 原成天被画卷卷了去 怎不惊慌 可在原成天看来 则是理所当然 看来那青龙受了原成天八字龙言 叫其济师五戒残卷之后 其后定是舍不得将这残卷埋没入室 这才传下残卷制作之法 以公诸戒修士 照样制成残卷虚宝 但青龙再强 又怎能强得过创世大修 因而青龙留下的残卷虚宝制作之法 最多叫做青龙天地残卷罢了 时不可用天地二字 那真正的天地五戒残卷 就在原成天的体中 见到原成天被扫进画卷之中 殿上姬氏珠修神情不一 有担心姬秋迟欲控不住 无意伤了原成天的 如姬春山便是如此想 有想瞧那原成天的笑话 看他出丑 这是大多数姬氏弟子的想法了 而姬春水的神情虽是古井不波 不知喜怒 但其身为姬氏大修 自然是不乐见一位天才修士 就此陨落的 便陈生道 秋迟 需要小心 即秋迟盲功申道 是 心中明白 今日只是要是出原成天的修为罢了 看其是否够资格替姬氏出战 又怎能失手伤了他 怀着万般小心 用手抹出一道法掘来 此觉在空中一阵 好似霹雳一般 而这霹雳声中 一级似龙吟之声 分明就是青龙当初创促悟出的八字龙眼 随着龙眼济湿出来 那画卷缓缓飘到大殿一角 悬空高挂起来 以弓朱修观瞻 而细桥此副画卷 果然是繁界山水 其笔画之惊弓 着实难述 但此刻画中 却多了一道人影 此人一身黄山 细度灼然不凡 正是刚才被卷进画卷中的圆成天 原来这画卷虽然只能算是青龙五界残卷 未能远远及不上真正的天地五界残卷 可卷中仍可自成乾坤 与修士的自成界域有七成相似之处 若是论起界域未能来 自然是非修士的自成界域所及了 圆成天深入画卷之后 那基秋迟就俨然成了这画中时间的主宰 画中诸物 皆随基秋迟掌控 这时基秋迟若想诛杀圆成天 或将这画卷一卷 那圆成天自然画成血水 或取笔来在画中的圆成天身上一抹 圆成天自然也是无计可逃 断手断脚 只看执笔者的心情罢了 就见基秋迟取出一只笔来 与乾坤笔的样式怎有分别 此笔也算是乾坤笔的一件虚宝 但若论微能 恐怕是远远比不上旅族旅书童的那只乾坤笔了 即春山尽道姬秋迟取出这乾坤笔的虚宝来 额上也多了道冷汉 这画卷画笔的厉害 他自然明白不过 别说是圆成天 就算是自己不幸被卷进画中 也只能是一人宰割 王道 秋迟 那话中世界广大无极 成天迷失其中 心境必受影响 若是任其东奔西走 怕有走火入魔之余了 既秋迟盲道 还是长老想的周全 王将手中乾坤笔虚宝在画上圈了一道圆圈 此圈继成 那么圆成天就只能在这圈中性走断行 在画上瞧来 只有三寸剑方罢了 可在圆成天看来 这个圈子却是十万里之广 既秋迟圈定之后 这才像鸡春山与鸡春水一一道 且容在下一世成天修为 既是两位大能齐齐点头 一口同声道 务必小心